直到死去的妹妹被公开记忆 哥哥们才跪在地上痛苦地忏悔 可小小的女孩只是那样安静地躺着 她再也不会小心翼翼地叫哥哥 2045年 国家推出了一款可视化的记忆提取器 只有最恶毒的人才会被提取记忆进行审判 被提取者会头痛欲裂浑身抽搐 而围观的群众只会兴奋欢呼拍手叫好 今天是全球第一场记忆审判的日子 而作为受审者的江流营已经被固定在冰冷的铁架床上 几十根电极直插她的大毛 却没有一人上前心疼 大家都恨不得这个恶毒的女孩赶紧去死 毕竟一个残骸哥哥无杀妹妹的败类 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此时此刻被困住的江流营已经无所动的 但她依旧能听到现场观众刺耳的闷闷 无数恶毒的字眼如荆棘断刺的她鲜血淋漓 曾经强加给她的恶行也被一桩一剑的戏数出来 将哥哥丢在绑匪车上独自逃跑 16岁就混迹社会多次打开 更是因嫉妒妹妹将人推下楼梯摔成重伤 现在的江婉婉还在医院里生死欧 观众都高喊着让江流营杀人成命 听到这些 女孩露出一个惨人的笑容 随着记忆提取器的开关被人打 她的眼角也滑出一滴无声的泪水 下一秒直播间的画面发生变故 已经赫然出现了一个四五岁的女孩 精致的眉眼就像个漂亮的慈娃娃 她正在秋千上开心地荡着 女孩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帅气的容貌让人一眼就猜出了她的身份 这是江家的大少爷江思年 当今商界之手遮天的精英精彩 而此时的她正一脸温柔地看向妹妹 小妹 咱们该去吃饭饭了 好 听到这话江思年动手要抱妹妹 而乖巧的女孩却懂事得连连咬吼 不要哥哥抱 哥哥会累的 稀嫩的小奶鹰直接闯进观众的心脏 让人很难将她和恶毒的江流营联系起 盈盈很轻 哥哥不会累 只见她抱起人来毫不横火 眼神坚定臂膀有力 啊这是江思年 绝对是绝对是 在大家讨论是画面中又出现了一个清秀的男孩 看上去应该比江思年还小上一点 她刚过来就把妹妹拽到了身边 占有欲告童的仿佛在和大哥争处 妹妹快来 二哥给你讲幼儿园发生的趣事 不行 小妹得跟我做 大哥手稳 可以为小妹吃饭 看着哥哥们争装吃醋的模样 江流营忍不住甜甜的笑 她乖巧地端起自己的小碗 阻止了哥哥们想要照顾她的行为 哥哥们也要好好吃饭才行 盈盈可以自己吃的 画面不断在两人间来回变化 还出现了江副江母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看到这一幕 弹幕又开始刷屏了 天啊 这个坏女人小时候居然过得这么好 我之前还想着她是不是遭受虐待才心里扭曲 看来她天生就是坏的 逼人血书求判江流营死刑 可是 你们不觉得她很懂事吗 演播室的人都默默把目光看向了江思年和江成渝 江成渝冷哼一声 当初我是瞎了眼 别看我 只可惜转瞬即逝 最后讽刺地扯了扯嘴角说 后来我们一起被绑架 被关在火车里 我奋力弄开了门 她却因为我受伤推开我自己跑了 这段话也清晰地收录在直播里 全民再次震惊 害一副一母的妹妹就算了 她怎么能连同处同母的亲哥哥也害了 什么叫就算了 白眼狼就应该下十八层地狱 恰好这时 所有人眼前的场景一准 就像一块帷幕瞬间落下 刚刚还是亮的 现在就变成了一片黑暗 还有发动机运行的咕噜声 正当大家疑惑地发弹幕询问时 终于想起人生 哥哥 哥哥你醒醒呜呜 这里好黑 淫淫怕 眼波式的江思年听到这声哭泣 他牵扯着嘴角露出了一个苦涩的笑容说 就是在这里 他自私地推开我 如果不是恰好司机没往后看 我可能就再也逃不掉了 话语中透露的心酸让众人心疼不已 就连平日里跟江思年关系一般的江成瑜 都难得地开口安慰他 哥你别难过 恶人自有天收 江流英他根本不配做我们的妹妹 我们有晚晚就够了 江燕一听连忙复合 二哥你说得对 这小婊子就算现在跑掉了后面不还是走丢了 害人中害己 画面里依旧伸手不见五指 但多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正是刚醒来的江思年 别怕 有哥哥在 今天是江思年八岁的生日 劫范趁着人多眼砸抱走了江流英 而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江思年看见 于是他不管不顾地追上了劫匪的货车 却没想到跟着一起被绑架了 对不起 对不起哥哥 江流英此时都要哭成泪人了 如果不是我 哥哥也不会追来 更不会因为我被坏人打晕 别哭 不是你的错 哥哥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经过一番的撞击声 漆黑的画面终于亮起了昏黄的光线 原来是江思年借用货车里的扳手 硬生生把门砸出一条缝隙 而他的手已经伸出去了一半 似乎是在摸索门外的锁头 嘶 怎么感觉有人在撞车门 我得下去看看 可不能让那两个小兔崽子跳车跑 明明驾驶为距离两人的位置这么远 可江流英居然能听到 还如此清晰 大家此时的心口 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住一遍 紧张万分的凝视着那个小缝隙 唯有江思年心中生起一丝疑惑 因为在他印象里 从未听到过这句话 哎呀门开了 但是我们江boss的手流血了 是被撬起的铁片划伤的吗 呜呜一定要记得打破伤风了 惨了惨了车停了 快跑快跑 啪哒 车门打开的声音 江思年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当时什么都听不到 甚至还以为是司机内级 所以车才停下来的 就在江思年准备先跳下车时 却被身后的江流英抓住 他的口中呢喃着 哥哥受伤了 手在流血 来了来了 这个忘恩负义的贱人 要抛弃我们江boss 哎呀贱人你怎么不去死 没事 听说后面丢的是他 小妹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们先跑 等一下哥哥带你去医院 哒哒哒 更静了 仅有四岁的江流英 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气 他一把推倒了身旁的江思年 然后自己从车上跳了下去 这一幕再次让弹幕炸牌 一片骂声 回想起当初 妹妹头也不回离去的背影 江思年心底 突然出现了一股莫名的酸楚 直到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大跌眼睛 小小的江流英 并没有选择向路边跑 而是一股脑的 冲到了结范的面前 这也就算了 观众们觉得是他 太蠢没分清方向 可接下来他的举动 告诉他们明显不是这个 他坚持着这个方向 侥幸穿过车流 到达对面后 再往结范的方向跑去 他疯了吗 还是就单纯的脑子坏了呀 笑死了 第一次见到智商这么低的 真是又蠢又坏 不是 跑错方向能理解 可他不是看到结范了吗 怎么还继续往他那边 还好这时飞驰的小轿车 挡住了结范的去路 趁着这个时间 将流英回头看了一眼 正往另一边逃跑的哥哥 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 流英笑了 又哭了 哥哥 对不起 盈盈要跑不动了 小流英喘着大气 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 对自己打气一声 不 不行 不能让坏人去追哥哥 我要继续跑 这一刻小小的人 再次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一路带着劫匪向反方向跑去 所以他是为了引走坏蛋 才自己先跑的 此弹幕一出 观看这次直播的人都安静 他们都没在发言 而是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所有人都在祈祷着小流英 别被坏人追上 可江家大小节 被拐十年的消息 早已成了定局 画面外的江思年 也看到了那条弹幕 他的心脏猛个一抽 忽然就记起了 当时小妹看她的眼神 那样的不舍中 还带着一丝愧疚 当时她以为是小妹要抛弃她 可事实的真相 却是这样的残酷 错了 她错了 是她误会了小妹 她当时才四岁 怎么会有那些恶毒的想法 如果不是这次的记忆审判 她将永远误会下去 永远 直到死亡 最终筋疲力竭的小孩 还是停了下来 她亮腔地跌坐在地上 整个人就像调脱了水的海鱼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零翅干的疼痛 然而劫匪却在此时追了什么 小兔崽子 跑得倒挺快 等我抓完你再去盘另一个抓换 听到这会儿 小刘盈惊恐地动大了双眼 不能被追上 追上以后哥哥就危险 于是顾不上身体传来的疼痛 她狼狈地冲进参流不息的车区 一次次地挥手拦车 一次次地拍打车门 她站在马路中绝望地哭哗 可没有一辆车愿意停歇 接连的喇叭声像是在警告她赶紧一会 可为了哥哥 小刘盈还是不愿意就此放弃 她的嗓子渐渐沙哑 白嫩的小手也叮得鲜血淋漓 最后迫于无奈 她重重地跪了下去 对着来往的行人不停地磕头 求求你们 叔叔阿姨求求你们 停下来帮帮我和我哥哥吧 可画面中依旧只有那一道道令人炫目的情光 这时已经不止是江四年满眼心痛 就连江长余的目光也沉下 那一声声重重的磕头胸 仿佛砸在了他们的心身 这些车主怎么可以这么冷漠 天哪 小刘盈醒时候也太可怜了 唯有江燕继续一脸厌恶的表情 就算现在救了大哥又如何 他做的坏事还少吗 此话一出果然炸出了不少知识 他的弹幕 就是就是 本来就是因为他将Bus才被抓的 这是他应该做的 赞同 再说了车主也没这个义务停下来就行了 万一结犯有刀怎么办 江四年同样可以看到这些弹幕 对比起最开始的冷漠 他的眼中已然多了几分分 他用尖色的语气说道 江流音没有义务救我 而且保护妹妹这是身为哥哥的我应该做 短短的几个字 宛如鱼刺梗喉 这话说出口的时候 江成瑜和江燕都惊讶地叛举 江燕急忙开口说道 哥你别忘了他后来对婉婉做过的事情 这一句似乎又勾起了无数不堪的回忆 江四年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说得对 但我会争取帮他减刑 希望他在牢里能够改过自行 两个妹妹同天出生 哥哥们却只偏爱收养的妹妹 就因为小刘营是他们认定的天生坏主 所以无论江婉婉怎么诬陷他 哥哥们都只相信小绿茶的鬼话 而现在 大哥终于知道了妹妹当初跳车的真相 原来他一直怨恨的江流音 不仅没有抛下他独自逃命 还拼尽全力地引看坏人 他明明那么努力地想救哥哥 可被仇恨蒙蔽双眼的江四年 却阻止父母寻找妹妹 这一刻愧疚的情绪已满心脏 他只能祈祷劫匪对江流音稍微好点 只可惜这份迟来的道歉已经晚了 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公主再也回不来 没一会儿屏幕上的画面再次亮起 所有人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 就见一张猥琐的大脸出现在画面之中 而小流音已经被逼上天台无路可逃 此时此刻 无助的女孩就像只受惊的小兔 他只能绝望地等待凶残的劫匪慢慢靠近 叔叔求求你 求求你别抓我哥哥 筋疲力尽的女孩趴在地上 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竭尽全力地保护哥哥 而听到这话 劫匪却无情地大笑起来 他笑这个傻孩子不知道哥哥早就抛下他跑 也笑他到现在还弄不清自己糟糕的处境 随后男人一把揪住江流音的后劫 像戏弄小动物一般恶劣地甩动 看着他挣扎晃动的无影 劫匪忍不住变态地笑了 只是下一秒男人就发出气急带坏的低呼 原来是江流音狠狠地咬向了他的手臂 紧接着画面开始剧烈地翻滚起来 还没等观众们反应 鲜红的血液就浸染了直播间的屏幕 这下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一 然而现场的声音却并没有消失 完了完了 这么高的地方滚下去不死也得残 看到浑身是血的江流音 劫匪紧张地拨通了雇主的电话 随后听筒里就传来了一个尖锐的女生 喂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我喊你抓的人还在宴会上 反而是他哥和他妹都不见了 你是嫌保镖们发现得不够快吗 所以 他们原本要抓的谁 不会是二少江城鱼吧 我去 还好还好 我们的江影帝没被抓 第一次这么感谢这个坏女人 只能说不愧是影帝 这一下就炸出了不少的粉丝 而身为主角的江城鱼则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这下演播时的人都默默把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 而江城鱼则烦躁地扯了扯勒紧的领口 如果当时被绑匪带走的人是他 没有如果 要怪只能怪江流音运气不好 江城鱼很快就调整好心态继续观看 然而下一秒 他却听到了一个让他坐立难安的东西 一个花里胡哨的鸡毛发卡 那是他恶作巨石送给妹妹的礼物 那时的他嫉妒妹妹的可爱 嫉妒他得到了父母全部的偏爱 所以明知道江流音讨厌毛茸茸的东西 他还是送了那个丑到极致的鸡毛发卡 只是江城鱼没想到他去买发卡的时候 被有心人盯上 更没想到那么讨厌鸡毛的江流音 会把这个丑发卡带在头上 就因为这是他送的礼物吗 那些曾经的回忆就像突然打开的闸门 江城鱼想起了妹妹收到发卡是欣喜的表情 按照他所知道的内容 江流音马上就要被一对好心的夫妇带走收养 乡下的日子虽然轻毁 可养父母却待她视如己出 然而闲凭爱抚的江流音不仅不感谢养父母的恩情 还在被江家找回后立马就将这对夫妻告上了咱听 要不是晚晚新上帮这对好心人请了律师 他们就要被这个白眼狼给害死了 想到这里 江城鱼对妹妹仅有的愧疚消失不见 他巴不得江流音在这个劫匪手中多受点苦 反正他马上就要被养父母带走了 然而当直播间的大屏幕再次亮起 所有人都被这糟糕的环境惊得说不出话来 破烂的牛棚四处漏风 光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一股牛粪的恶丑 而被劫匪带走的江流音赫然就被关在里面 曾经的公主群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件破烂的宽大T恤 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全是伤痕 一看就是遭受了不少非人的虐待 不是说江流音被好心人收养了吗 怎么看上去像被拐卖了 弹幕纷纷在讨论小流音的处境 而屏幕上的女孩则悠悠转醒 爸爸 妈妈 哥哥 你们怎么还不来 莹莹真的好饿 小姑娘原本还有些奶萌的声音彻底沙哑 然而就在这时 牛棚上的锁却突然发出了咔嚓的声音 一个看上去十分憨厚的妇女出现在众人眼前 可接下来她的言语却彻底打破了老实的形象 小畜生还敢不敢跑 信了我李娘的老巫还想跑 只见她表情忽然凶恶起来 粗糙的大手更是一把抓起江流盈的头发 可怜的女孩就像只牲口一样被人肆意拖拽 娇嫩的皮肤也在摩擦中变得鲜血淋漓 疼 呜呜好疼 最后李娘直接把人丢到外面的空地上 而痛到抽气的小流盈已经失去了损炕的力气 阿 阿姨 求你 不要卖了我 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会担心的 作为人贩子的李娘自然不会心润 她嫌弃地看着女孩身上脏兮兮的污垢 随即就拎着水管对着小流盈一顿猛冲 冰冷刺骨的水流瞬间倾泻而下 而湿透了的女孩只能在初秋的寒气中瑟瑟发动 不知是注意到了什么 妇人突然走到了江流盈的面前 她动作粗辱地抬起女孩的下巴 打量一番后扭曲的嘴脸突然笑了 长得可是真水灵啊 行吧你跟我进来 李娘再次端向过后竟带她进到屋子里 仿佛刚刚丑恶的嘴脸只是幻觉 观众的弹幕再次响起 看吧我就说她的养母没这么坏吧 没错要不是人贩子买走了受伤的她 江流盈早就不知道死哪了 江承鱼看到这幕仿佛给自己的错误找到了借口 她当今扭头对身侧的人说 大哥你看到了吗 江流盈的养母对她不薄 最后不还是被她大义灭亲 江思年再也忍不住了 她怒气冲冲地反驳道 江承鱼你够了 我相信小妹的天性不坏 只是缺乏管教才做出那些不好的事情 而且那个女人无论如何都是人贩子 只要害过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这样大屏幕上的场景飞速变化 而江流盈也在李娘的家里住了下来 你看看你 三天给你跑两次 要是再来一次可就不止关牛棚了 李娘看着抗上任她摆弄的小姑娘 谁能想到这张小脸洗干净后这么漂亮 她越看越喜欢 眼中的贪婪更是如海浪般汹涌翻滚 小流盈有些害怕地缩了缩身子 结果就是后脑勺重重地挨了一击 又不听话了 不是 我听话 阿姨求您联系我爸爸妈妈吧 他们找不到我会很着急的 话音刚落就又是一巴掌 还爸爸妈妈 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娘 老娘没杀你已经算救你一命了 还敢想去找你爸妈 做梦那你就 小流盈侧身趴在炕上 视线早已被泪水呼嘛 瘦小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却乌叶着不敢发出一丁点的哭声 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认这个阿姨做娘 只记得哥哥说过不听话的小孩才会被坏人抓走 可她明明一直都有乖乖听话 自己穿衣服 自己吃饭 自己睡觉 而且她也都有听哥哥们的话 为什么还是会有坏人要抓走她呢 二哥 你不是说听你的话 就不会被坏人抓走吗 江承鱼听到妹妹的自言自语时 心中难免抽了一下 她小时候确实用这样的话术吓唬过江流盈 没想到她一直记着 江承鱼和江四年都低着头沉默不语 而弹幕却开始讨论起人贩子的好坏 不少人都觉着这个人贩子其实没那么恶毒 毕竟她养了江流盈整整十年 然而就在这视屏幕里 却突然传出那个妇女的声音 这娃子现在还卖不了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她的寻人启事 依我看咱要不就养大了 脸蛋长得那么水烈 卖给那些有钱老板简直一如反掌 两句话一出啪啪打脸 刚刚夸人贩子善良的弹幕瞬间被无数网友当场骂爆 他奶奶的 刚刚说人贩子有良心的给我滚出来 小流盈听到这话后抖得更烈了 她的泪水无声的掉落 去不敢像之前那样放声大哭 她知道自己的哭声只会招来李娘的巴掌 而且她也没力气哭了 这三天里她只有第一天的时候喝了点酒 后面她只要说起想回家就会被打 哥哥我好想你们 没一会直播间的画面就暗了 应该是小流盈因为饥饿而晕了过去 但因为她的意识还没消散 所以观众们依旧能听到周围的声音 所有人都在祈祷着昏迷的小流盈能赶快得救 可直到晚上打完麻将的李娘才发现了冰死的女人 刚一进门 她就看到了角落里蜷缩着小小的一团 苍白的脸色宛如白纸 身子更是冰得不像话 糟糕 三天没给这娃子吃饭 好像是饿晕了 旁边的飙汗也凑了什么 要不然就让她这样饿死后 不行还能配个明昏 李娘听了顿时暴跳如雷 强子你傻呀 两个畜生顶多费点米粮 到时候就算让她做个妓女也能回本 听完人贩子的对话 眼波听里赫然多了几道抽气的声音 没想到魔头小时候过得这么悲惨 堂堂一个附加千金 最后却沦落到被荡城处人 甚至做妓女这个词谁也说不出口 就连一项脏话连篇的江燕都沉默了 但她还是没忍住呛了江流盈几句 她可怜能怎么样 她伤害婉婉就是该死 三少说的对 就算她童年过得再惨 也不是她推江婉婉下楼梯的理由 而且她做过的坏事还不止这些 我妹妹亲眼看到江流盈在学校霸凌别人 只能说近朱者赤近木者黑 画面一转 眼前的一幕竟让直播间 所有人都惊讶地忘记 江流盈的脸通过镜子的反射 浮现在他们的眼前 大概只有五岁的样子 一双绿莹的眼睛却又大又亮 这么小就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 只可惜她的皮肤呈现的是病态的仓谋 话说大家有见过江流盈现在长什么样吗 我刚搜 只搜到一个贼吓人的照片 我之前跟她一个学校的时候见过 下半张脸全是各种女子 不敢相信她小时候居然这么可爱 破破烂烂的镜子上 倒映着她绝美的侧脸 大屏幕上的画面也开始了飞速的快景 时间一晃就到了三年后 而直播间的画面 还是那个偏远的小山村 死丫头磨蹭什么呢 还不快点来带弟弟 伴随着妇人的声音尽头随之一火 原来是李娘一手抱着两岁的孩童 另一只手则扯住了江流盈的头发 巨大的撕扯感让她不禁疼复出声 疼疼疼 阿姨对不起 我现在就为弟弟吃饭 李娘却没有因为江流盈的俗从而放过她 在她转身跑去打饭之际一脚踹到她的后背上 巨大的冲力让瘦小的人一下子摔在地上 还好她早已习惯地用手捂住脸蛋 只可惜她的手背被地上的沙石划破 而她还不能抱怨 只能微微懦懦地不停道歉 李娘吃笑一声 才七岁就知道保护你的脸蛋了 还真是天生的小婊子 然而面对李娘的谩骂 小刘盈只是用力地擦掉眼泪 脸上不能有伤的 不然爸爸妈妈就认不出我了 直到现在江流盈还幻想着爸爸妈妈能来接她 却不知道自己将在这个地狱般的村庄里度过痛苦的十年 白天她要承包家务做饭未及 晚上也不能休息 洗衣匹才照顾孩子 然而只是因为李娘打麻将回家后发现宝贝儿子在哭 她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着江流盈一顿毒打 你这个死丫头 没看到你弟弟在哭吗 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白眼狼 原本正在厨房准备做饭的江流盈下意识地躲开 结果李娘直接抽出灶台下的柴火往她手臂上落去 差那间 一股灼热的剧痛传遍全身 阿 阿姨 我错了呜呜 纤细的手臂瞬间皮开肉绽 皮肉烤熟的白烟刺痛了每一个人的心脏 眼波听有很多女观众都害怕的五股眼睛 然而当江流盈掀起衣服查看伤口的时候 身上的伤疤更是多到触目惊心 这简直就是虐待 江流盈你不是很有心机吗 快想办法跑出这里啊 妈的那死小孩喂得那么肥 我们小流盈七岁却还是五岁的样子 这一段记忆过得飞快 留给观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被骂 被打 被关 哪怕是江四年这个冷冰冰的硬汉都不经为他所受的伤害起了发动 只有江成瑜和江燕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似乎在他们看来无论江流盈受多少伤都无关紧要 毕竟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江流盈这个妹妹 他们的妹妹只有婉婉 只是三人都没想到 他们一向疼爱的江婉婉不仅是个表里不一的绿茶精 还为了争夺家产差点害哥哥们丧命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女孩毫不犹豫地推开哥哥 她独自引导凶悍的劫水去追自己 却没想到被留下的哥哥会因此误会上她 而这一误会就是整整十年 直到现在 江四年才从妹妹的记忆里看见当年的真相 可现在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 她只能绝望地看着屏幕 看着小小的江流盈在日复一日的虐待中伤痕累累 哥哥错了 哥哥真的错了 江四年痛苦地垂打自己的脑袋 可无论她怎样自虐式地唱 江流盈被拐十年的事情都已成为既定的事实 此时的江四年还不知道 自己的妹妹早在记忆公开的瞬间就已经死了 她还幻想用物质的方式来弥补这段缺失的童年 对 她要买装满衣柜的漂亮裙子 宋哥是这样的可爱玩偶 她要把江流盈的卧室打造成嘴嘴的公主房 让自己的妹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 想到这里 江四年逃跑式地从演播室里离开 后面的剧情她已经不敢看了 每看一下她的心脏就如零尺般不停地抽筒 只要补偿了江流盈就好了 她要用昂贵的礼物填满妹妹的房间 然而现在的江四年怎么也没想到 偌大的江家竟没有江流盈的容身之所 从被找回的第一天起 她就被遗忘在了B字的杂物间里 直播间的画面还在继续 大部分都是江流盈受灭时的场景 被打 被骂 被关 女孩的身上心伤疊着就伤 而江燕却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谁让她欺负自己的姐姐 当年如果不是江婉婉不顾安危的使命者的 她就要一个人凄惨地病死在荒郊野外 想到这里 江燕恨不得将这个伤害姐姐的坏女人千刀万捂 可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当时照顾她陪伴她的女儿 正是自己最恨的江流盈 就在这时屏幕上的场景突然快记 一眨眼的功夫 小流盈就已经十二岁了 背景不再是那个昏暗的土雾 她被允许上山采药来补贴家用 这天像往常一样 小流盈天不亮就爬起来上山采药 然而路过麦田的时候 她却隐悦听见了草丛里痛苦的喘息 于是善良的女孩小跑地凑了上去 当她将厚厚的麦子拨到两边 一个昏迷的小男孩就这么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苍白的小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月 江流盈一眼就看出这孩子正在发烧 于是瘦小的人没有做任何用 立马将这个昏迷的小男孩扛在背上 女孩踉跛着朝山坡上爬去 然而没走两步 她就因体力不知狠狠地摔在地上 等就亲子的膝盖瞬间鲜血淋漓 裸露在外的手臂更是多了几道猙獰的血口 但尽管这样她仍把压在身上的人吼吼护着 不行 得快点 不然那些叔叔一定会把她抓去卖的 江流盈的双腿在不停地颤抖 身上的重量让她每一步都陷入一地 但内心深处的某种力量却支撑着她继续前行 等这一切都做完后弹幕才继续疯狂滚动 看到我心惊胆战 生怕她倒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还好最后找到了藏身的地方 演播室里的众人都堪堪地松了口气 唯独坐在前排的江燕脸色惨白 然而直播间的画面并没有在此刻结束 在将男孩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山洞后 女孩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看到这一幕 神情紧绷的江燕才彻底放松下来 她在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 救她的人一定不会是恶心的江流盈 随后直播间的画面就来到了一片茂密的荆棘 密集的尖刺让人看一眼就觉得背后发毛 然而没有任何防护的险 流盈却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观众们都以为江流盈松了 却听见她在那里响声的嘟喉 退烧草在哪里呢 小弟弟发烧了 要早点找到才行 这下直播间的网友都沉默 他们都在心里为小流盈捏了把汗 可从大片的荆棘中找到草药又谈何容易 没一会女孩的身上就扎满了大大小小的尖刺 细小的伤口冒着血汁 可即便已经痛得浑身发抖 她还是咬着牙往荆棘的更深处费力爬去 忽然一株小小的绿植出现在屏幕中央 小流盈当即开心地笑了 太好了 就是这个 一阵凉风袭来 后背的伤口火辣辣地剧毒 但为了快点给昏迷的小男孩服下草药 江流盈还是忍着腾跑回了山洞 她小心翼翼地替男孩擦去脸上的灰毒 而就在这时观众们才终于耍应过 靠靠靠 这不就是江家三少的脸吗 那岂不是江流盈还救了江燕 你们给我闭嘴 这个贱女人后面肯定偷下了我 是我的亲姐姐 江婉婉救了我 江燕当着所有人的面破口大骂 形容江流盈的字眼更是粗笔过 这下弹幕彻底忍不了 很多心疼江流盈的网友都愤怒地和江燕对喷起来 正当众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安静的环境下 却突然出现一道娇满的女生 喂 谁让你把她搬来这里的 又娇又细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而不知何时小流盈 已经被人重重地推倒在地上 随即直播间的屏幕切换了视角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洋娃娃一般可爱的女孩 她穿着一条款式华丽的蓬婷裙 高傲的模样就像是童话里娇贵的公主 女孩居高临下地扫射了一眼地上的江流盈 随即就嫌弃地往后退了两步 她眉头紧皱地捏着鼻子 好像江流盈是什么恶心的病毒 香大老 给本小姐死原点 听到这话 弹幕瞬间爆炸般地飘了起来 这也太没礼貌了吧 没礼貌加1008 随后观众们又见到了更多分的一幕 就见小流盈不知所措地向江王婉道歉 而脾气暴躁的大小姐却狠狠地上前踹了一脚 这让本就受伤的江流盈忍不住痛哭出声 可看到这一幕 蛮横的江王婉不仅没有收敛 还不依不饶地出言羞辱 香大老 你怎么把这些恶心的东西涂在我弟脸上 哦 她不会死了吧 江燕紧张地看着屏幕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对自己嫌弃万分的少女真的是她的姐姐吗 与此横迟弹幕也纷纷质疑起来 这就是江家小公主的素质吗 哎呀 王婉也是第一次看到 被吓得很正常吗 就是就是 王婉还想 有点公主病走 看到这些帮腔的弹幕 江燕的心情瞬间频促下来 没错 姐姐这时候还想 只是性子直率了点罢了 众人的视线再次回到大屏幕上 就见江刘云着急忙慌地举起草尿 她一边哭一边向江婉婉解释 不是的 这个是推烧的草尿 你的弟弟不会死的 然而话音刚落 她又一次被人狠狠地推到地上 辛苦采来的草药撒了一地 而江婉婉不停不道歉 还坏心地上前采了几紧 晦气玩意 差点把我的新衣服弄脏了 说完她就头也不回地往山洞外走去 连一旁昏迷不醒的弟弟都不要了 看到这一幕 屏幕前的江燕顿时心头预紧 但她很快就替婉婉找所谓太多的礼物 婉婉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 她应该是想喊别人过来帮忙 然而接下来的画面 却打破了江燕自以为是的幻想 只见江刘云忍着疼痛爬了起来 她拽住江婉婉的衣袖 阻止了她继续外出 这个村子里面都是人贩子 你们还是等天亮再走吧 然而江婉婉却不屑地憋了憋嘴 我就是知道有人贩子才带她来的 我自己带了保镖 要你管我 保镖 小刘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她连忙紧紧地抓住了江婉婉的手臂 姐姐 你可以帮我报警吗 我是被人贩子拐来的 听到这话 江婉婉立马露出了吃屎的表情 你个该死的乡巴佬 能不能别缠着我了 这衣服脏了你赔不起 江婉婉用的字眼十分难听 小刘云的视线瞬间被泪水忽住 她也不想这么缠着别人 但她没有办法了 这么久来她只见过眼前这一个能连接外界的人 求你了姐姐 我叫江刘云 我爸是江振天 她有很多钱的 到时候我让她给你钱 求求你了 帮我报个警吧 女孩重重地跪了下去 然而下一命 她的手腕就被人狠狠地攥住 江刘云 江家那个江振天的女儿 小刘云一听当即热泪盈眶的点头 是的姐姐 我爸爸的电话是13 我是不会救你的 你死心吧 江婉婉的话宛如一盆冷水 让小刘云愣在原地 可还没等她反应 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将她一把推出了洞口 不要推 拴下去会死掉的 恐惧的小刘云拼了命地向对方求容 而直到此刻江婉婉才看清了山洞外的场景 那是一个落差近十米的断层吐坡 这一刻一个邪恶的想法涌上了她的脑海 只要江刘云死了 她就是江家唯一的大小姐 她就能光明正大的继承江家的骨权 想到这里江婉婉的嘴角脸开一个恶劣的弧度 随即就鬼迷心窍地踹上了小刘云的心头 在观众们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瘦小的女孩就这么沿着满是碎石的陡坡滚了下去 屏幕再一次被鲜血忍红 演播听的观众们还能听见小刘云痛苦的低音 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 而远远的 众人还听见了一个恶心的声音 以后我就不叫何婉婉了 我要姓江 我才是江家唯一的女 妈的 江婉婉活该被江刘云推下了 对 这个江婉婉真是坏透了 此时此刻 一直心不在焉的江承宇也不淡定 他无法将屏幕上这个邪恶的女孩和乖巧的小妹联系在一起 善良的婉婉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去杀 又怎么会害第一次见面的江刘云呢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应该是他给婉婉讲了太多打打杀杀的故事 这才让他萌生了这种不好的想法 等长大以后他的婉婉就会变得善良了 一定是这样的 江承宇在心底反复给自己洗脑 试图让自己接受江婉婉过去的这些恶行 大不了等江刘云出狱后给他一千万 他不是最爱钱了吗 直播间的画面还在继续 随着牙底的江刘云陷入昏迷 观众们的视角直接切到了江婉婉的阵 重死了重死了 该死的岁无村民 连个小孩都看不住 江婉婉自顾自地抱怨着 而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看清了他在做什么 这人居然用稻草遮住了江燕藏身的洞穴 江婉婉又在整什么幺蛾子 他是怕三少被人找到吗 看到弹幕的江燕立马像枝炸了毛的松狗 他对着屏幕前的网友就是一顿洪风暗战 婉婉才不可能抛下他们 却一定是对他的另一种保护 然而下一名 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保镖打扮的男人 他恭敬地开口询问 大小精灵找到三少爷了吗 没有 可能他先自己回去了吧 江婉婉的回答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而刚才一心不解的江燕 更是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不可能 姐姐怎么可能不管他呢 可江婉婉接下来的话 更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脏 就见保镖走远以后 将婉婉阴谋得逞的自言自语 我的好弟弟 谁让你占据了妈妈全部的注意力呢 只要把你除掉了 妈妈就只有我一个孩子了 她一定舍不得送走我的 以后我就是妈妈唯一的女儿 江家唯一的小姐 随着最后一个字音轻轻落下 静静的山页里只剩下呼啸的风声 少女的脚步越走越远 徒流高烧的江燕在破败的山洞里自生自灭 这一刻 江燕的脑子轰得一声炸了她 江燕说完这句话 屏幕上的视角就突然切了回去 众人这才想起 江流盈已经在悬崖下烫了很久 所有人的视线齐齐向屏幕望去 就见悬崖下那么小小的身影动了 她挣扎着抬了抬沉重的眼皮 血淋淋的小手艰难的伸向天空 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 你们是来接我了吗 女孩的脸上渐渐浮现出虚弱的笑容 那样的眷恋仿佛又扑进了家人的怀抱 然而就在小流盈的眼睛即将合上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了一道轻微的低男 姐 姐姐 小流盈忽然想起山洞里还有个高烧不退的门口 于是顾不上身体到达极限的疼痛 顽强的信念支撑她亮枪地站了起来 弟弟 对 还有一个弟弟 我要去救她 她还有希望离开村子 想到这里 她小心翼翼地从明明的土地上站了起来 深深地吸了口气后便开始一步一步向上攀打 或许是在山野中待了这么多年 哪怕浑身是伤也不妨碍她找到回去的路 就在一切顺利之时 她鬼使神拆斑地回头望了一眼 这一看不要紧 一条网口粗的飞蛇正吵她危险地吐着性子 千金的真面目终于要暴露 原来看似乖巧的江网网竟然是这样一副恶心的嘴脸 她不仅自私自利地抛下弟弟 还把身为真千金的江流盈推下悬崖 而如今 直播间的网友都在对恶毒的小绿茶口注比较 唯有作为亲历者的兄弟三人还在拼命帮贾千金说话 他们都觉得江网网的任性只是暂时的 而江流盈才是真正的天生坏者 毕竟一个霸凌地底毒害哥哥的败类 根本不配合善良的晚晚相提并论 众人的视线再次回到直播间中 而此时的江流盈正和一条手臂粗的毒蛇斗着斗拥 只要原路返回就不必面对此刻的威胁 但一想到山洞里的弟弟还在发烧 他就强忍着恐惧一刻不停地向上攀跑 可怕的飞蛇正一点一点地向他靠近 而颤抖的小流盈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气抖 不要紧吧 只要不去招惹他就不会有事 这一刻瘦小的女孩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勇气 他纵身一跃就跳向了最远处的半截树枝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索性善良的人终究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的观众才看看地松了口气 而不只是他们 就连江燕的心脏都不可避免地停跳了半下 天色渐晚 山路迷迷 凭借着一股强大的信念 满身伤痕的小流盈终于爬回了之前的山洞 然而周围的模样已经跟先前看到的大香径庭 本就隐秘的洞口被枯草遮住 从外面看根本发现不了这还有个山洞 江王婉也太过分了 他分明是想让江燕死在这里 这一次江燕没有跳起来和观众理论 而是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直到现在他还一意孤行地选择相信 相信江王婉没有抛下他独自离开 可是这份自欺欺人的期待很快就碎了一顶 就见一个黑发绿眼的女孩一瘸一拐地走进山洞 刚一进来他就替江燕清理掉身上的杂草 那样的小心翼翼就像在呵护柜中的珍宝 随后他又轻轻摸了摸对方的额头 太好了 烧退了 小刘营的欣喜瞬间感染了在场的观众 而看到这一幕的江燕却露出了痴死一般的表情 嫌弃的情绪写在脸上 他只想记忆快点推进到姐姐救他的那里 而接下来的内容都是江刘营不辞辛苦的照顾意 明明已经从了浑身打起 可温柔的小刘营却还将昏迷的男孩抱在怀里 他轻轻哼着儿时的童谣 唱给江燕的同时又仿佛唱给害怕的自己 他在等 等江燕的姐姐回心转意 等路过的警察发现他们 可直到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疲惫的江流营也没能等到救援队的声音 所以搜山的人都去拿了 江王晚上收罪的呗 你没听他说想要江燕死啊 这一刻江燕的心也跟着空落落的 他的姐姐真的跟警察撒谎了吗 下一秒直播间的画面再次一回 快进的场景突然就切换到之前的图 死丫头踩的魔鬼要这么久 你说你是不是想逃跑 众人还未回过神来 一张猙獰的嘴脸就出现在了屏幕的中央 他的手中挥舞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棍 就那么毫不顾忌地砸在小流营的背上 本就受伤的女孩顿时爬不起来 可愤怒的李娘却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他迫弃地想要发泄白天输钱的怨气 却不知道江流营的身上本就带着旧伤 挤棍子下去 单薄的衣服下引领透出血迹 而可怜的小流营已经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在这屋子里跑出一个七岁的小男孩 他静止走到了李娘的身边 娘 你把二鸭姐打死了谁敢俺们做饭 这一刻女人的理智才突然回落 她连忙走上前叹了她女孩的鼻息 在发现小流营还活着以后 李娘才堪堪地松了口气 她又恢复了之前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没死就赶紧做饭去 说完女人对着小流营的心口又是重重的一脚 看着她一瘸一拐地走进厨房 李娘才插着腰暖衣地笑 这小件蹄子就是欠揍 打一打才能更听话 人贩子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看不下去了 小流营好可怜 所有人都在心疼地看着小流营的处境 唯独坐在前排的江燕像 打得鸡血般神情兴奋 她的重点都放在江流营回家时没有带她 也就是说此时的她还在那个杂草丛生的破山洞里 于是自欺欺人的少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脑补 她炫耀地向周围的人分享自己的发现 你们看到了吗 江流营还是抛下我自己走了 这下演播室的众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她 大家也不屑和这种处货争辩什么 反正记忆审判的画面还在继续 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江流营并不像网上传的那样是个天生坏人 没一会儿大屏幕上的画面就切回到妞婆 而外面的天色也彻底暗了下去 忙碌了一天的江流营亮腔地躺回到脏兮兮的层中 她忍得腾扯下了自己沾血的外衣 猙獰的伤口出现在众人影前 而可怜的女孩只能借着月光给自己生药 呼啸的夜风动得她瑟瑟发抖 在外人前强撑着的坚强再也蹬不住 她蜷缩着身体乌液着哭泣 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你们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盈盈要撑不下去吗 屏幕中的女孩是那样的无助 让直播间的观众都恨不得给她一个大大的阴谋 然而大家很快就意识到 众人能看到的画面都是江流营曾经的记忆 他们除了发发弹幕什么也做不了 而江家走丢的女儿是15岁才被找回去的 也就是说江流营还要在这糟糕的环境里待上三年 最终哭累了的女孩昏睡过去 锦州的眉毛也渐渐舒展开来 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个安心的笑容 也许只有在梦里她才能和家人短暂的相聚 随着直播间的画面再次亮起 瘦弱的小流营又背起了那个大大的背楼 即便沉重的身体让她迫切地想要休息 但一想到山洞里孤零零躺着的弟弟 她就咬着牙再次爬上了昨天的山坡 没一块大屏幕上的画面就开始加速 而接下来的三天都是江流营照顾江燕的场景 她会把本就不多的食物分给江燕一半 会把自己仅有的辈子留给江燕玉涵 她是真的把江燕当成自己的弟弟 而看着男孩这张漂亮的小脸 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哥哥 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江燕和两个哥哥长得很像 然而这时候的江流营还不知道 江燕就是她父亲在婚后生的弟弟 而她的亲生母亲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江燕不是说江婉婉救的她吗 这下打脸了吧 亏我还那么信任江燕骂了江流营 这分明就是姐弟版的农夫玉舌 弹幕几乎一边倒的力挺江流营 只有少数江婉婉的死忠粉还在硬撑 看到这些江燕死死地握紧拳头 她气急败坏地和网友对骂 心中却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明明记得生病期间是姐姐一代不解地照顾着她 给她喝药 为她吃粥 就连她睁开眼看到的也是 这一刻一个黑色头发绿色眼睛的女孩浮现在她的脑海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所以究竟是谁 她怎么忽然就想不起来了 江燕晃了晃发疼的脑袋 可无论她再怎么使劲 也只能回忆到自己从医院醒来时的画面 那时的她睁开眼就看见了坐在床边的江王暖 所以她理所当然地把照顾她的人也当作了姐姐 这一刻江燕死死地盯着屏幕 她在努力从江流营的记忆中拼凑出她不曾知晓的真相 直到现在江燕依旧不愿相信 伤害她的人是自己从小养慕大的姐姐 可很多时候 打脸来的就是那么的猝不羁腹 这天像往常一样 小流营早早地就前往江燕藏身的那个山洞 然而远远的她就听见了一个精锐的女生 可恶可恶 她怎么还活着 要不然我现在就把她推下去 江流营的心里当即咯噔了一下 这道声音的主人她才熟悉不过 正是几日前把她推下悬崖的那个女孩 而与此同时另一座山头也传来了搜救队的呼唬 这下江流营顿时陷入了两难的蠢境 一边是找到警察从人贩子手中赶紧逃走 一边是解救弟弟却可能被追来的李娘当场抓去 女孩待立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但一想到江燕那张天真可爱的小脸 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而与此同时 山上已经传来了一阵阵脱形众物的声音 你休想让妈妈把我送走 我才是江家最得处的孩子 弹幕在此刻疯狂地滚动起来 网友们的愤怒已经彻底压不住 这个狗屁江汉汉也太坏了吧 连自己的亲弟弟都杀 也不是完全亲的 江燕是他妈妈在婚后跟后霸生的 真是太无语了 我现在感觉江汉汉才是坏人 说好的看江流营审判了 而与此同时 观众席上的江燕已经陷入了彻底的迷茫 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无法相信屏幕上这个恶毒的女孩 真的是她的姐姐 不可能 一定是江流营的记忆出错了 江燕想起了江流营对她做过的种种恶行 在背后造谣她是私生子 在她的食物理下绝育的毒药 甚至还在学校里找人做的 直到现在江燕都无法忘记那天的痛苦 十几个壮汉抓着她的手臂 把她摁在水里足足五分钟才让人呼吸 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濒临死亡的绝望 最后还是婉婉姐出现才保护了她 想到这 江燕斩钉截铁对直播间的人说 我是永远不会原谅她的 就算她这次救了我 她也不配做我的姐姐 我只认江婉婉一个 至少她后面对我很好 江成瑜也在这时赞同 婉婉她可能是小的时候调皮了点 但至少她长大后没有做过害人的事情 随着直播间的画面一阵抖动 小刘莹已经出现在了山洞的门口 她冲上去就要阻止江婉婉的恶行 而被打断的女孩当机恶毒的谩骂起 香八郎你居然没死 尖锐的声音钻入耳膜 江流英忍不住皱了皱眉 她指着被拖拽到了洞口的江燕问道 你想干什么 警察就在附近 听到这话 江婉婉忍不住恶劣地笑 她用看傻子的眼神探向江流英 随即就傲慢地扬了扬下巴 谁跟你说是警察来着 那都是我们家的保镖 江流英顿时如遭雷击 但她还是鼓起勇气挡在了江燕的身前 无论如何 请你不要伤害这个男孩 没办法的江流英只能跪下来向江婉婉求情 而恶毒的女孩却丝毫没有买账的意思 你以为你谁啊 你管得着吗 我凭什么听你的 一连三问让江流英彻底白了脸色 她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 最后低着头喃喃了一句 她长得好像哥哥 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好似有千万斤重班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盈盈宝贝一定是想哥哥了吧 呜 好感动 我要哭死了 看到这些弹幕 江成瑜当即不懈地撇了铁嘴 所以江燕长得不像我 她就不救了吗 有什么好感动的 举手之劳而已 江燕听着她的领巢热讽 难得地沉默了 可弹幕区在此时飘了起来 大部分都是对江影彼的狂轰滥炸 真是站着说话不要头 你咋不表演的见义有为 说得倒是轻松 换做是你估计早跑没影 这一刻江燕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她只感觉心脏莫名地抽痛起来 与此同时 画面中的两人已经爆发了激烈的撕撑 虽然江婉婉的身形比江流盈高壮一些 但是力气上却远远比不上 天天劳作的江流盈 至于作为主角的江燕 还在地上沉沉地睡着 松手啊 你这个该死的小贱人 江婉婉在不停地找机会拖走江燕 而江流盈却已经死死地 按住了她的双手 等你们家保镖来了 我自然会松手 小姐 两人的视线齐刷刷地望向洞窟 就见不远处 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 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跑 她一边跑一边兴奋地大喊 小姐找到少爷吗 最终江婉婉错失了除掉江燕的几步 她只能热狠狠地瞪了江流盈 本来我还想杀完人或嫁祸给你 不过 她的话音突然一转 一种不详的预感缓缓 从江流盈的心头升起 我现在嫁祸给你也不完 等一下我就说你跟那些人贩子是一伙 你猜他们信我还是信你 江流盈愣住了 她怎么都不敢相信 这是从一个同龄女孩嘴里说出来的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是你的亲弟弟 而我 与你无冤无仇 就在江婉婉开口的一茬 跟着保镖一起来到的 还有身穿花棉袄的李娘 在那里在那里 我的女儿啊 娘找你找的好苦 来人正是李娘 在见到江流盈的瞬间 她就立刻朝女孩的方向扑了过去 女人假意把江流盈抱在怀中 可实际上却狠狠地掐住了女孩的手臂 小剑提子你还敢跑 回去我就把你嫁给隔壁村的老头 听到这话 江流盈只能色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周围的保镖都是江婉婉的人 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小山村里 除了代表正义的警察 没人能救下她的 可怜的女孩只能目送这一行人离开 而在临走之前 江婉婉还满眼轻蔑地回头调兴 女孩用自以为 所有人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当然是因为我要取代你了 我才是江家唯一的小姐 这一刻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 扭上了江流盈的脑海 她当想有所动作 就直挺挺地倒下去 细意审判的直播就是疯了 啊怎么这次连声都没了 盈盈宝贝到底怎么了 这次不简单 之前就算要晕也能听着点声 这次感觉是突然倒下去的 心疼盈盈 阿盈妹妹不会出事了吧 经过这一天下来 不少路人都对江流盈渐渐转走 他们原本只是想体验一波最新的科技 谁都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小女孩的记忆感 动到泪流不止 正当观众们以为 第一天的直播结束了以后 演播室却想起了一条机械的播报 原来是记忆审判新增了通感的功能 只要调节座椅旁边的按钮 就能和被审判的罪犯感同身受 连对方身上的疼痛都能一比一的还原子 不够广播特意提醒了观众们 不要逃整成百分之百 听到这话的江成渝却不屑地笑 装模作样 我倒要看看 能有多痛 直到记忆审判的机器开启了疼痛共享功能 哥哥们才终于意识到过去的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原来被拐走的江流盈不仅遭受到了 常人无法想象的虐待 还被人贩子当成商品送去做非法的人体实验 这一刻观众席上的江成渝再也绷不住 即便只是短短的几秒 他还是崩溃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就在不久前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这点小伤能有什么痛的 可现在 那些撕心裂肺的剧痛却让他正正地望向屏幕 而一旁的江燕早已哭得泪流满面 原来姐姐就是拖着这样破破烂烂的身体 却还竭尽所能地为安睡的自己遮风挡雨 而后面的自己又是怎么做的 毫无下限地殴打捉弄 随时随地地羞辱谩骂 死刑家10088 残忍的场景让不少观众都捂住了眼睛 而泪流满面的江燕也颓然地垂下了脑袋 看着地上那一大滩越积越多的红色 少年的心脏宛如被攥住了一半 都是因为他 江燕不敢去看那个血腥的屏幕 他只能努力回想江流营后面做过的坏事 不行 不能对这个坏女人心软 也许现在的他是温柔善良的 但他回到江家后的所作所为 却让人怎么都无法原谅 此时此刻 气息微弱地江流营痛苦地趴在地上 虚弱的模样像是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颤抖着抬了抬沉重的眼皮 依稀只能看见身旁站着两个模糊的人影 怎么办 警察都被他引过来了 李娘急得来回躲步 现在给他找买家也来不及了 要不然把他卖给活体实验是算了 说到这里李娘的脸上闪过一亩心虚 然而一旁的男人却完全不顾江流营的死活 他只在乎卖掉这妮子的钱能不能给儿子买房 正当两人讨论着如何处置江流营的时候 一个憨傻的童鹰突然打断了他们的思绪 娘 娘你别卖二鸭姐 让他给俺当媳妇吧 又圆又肥的大脸突然凑到大屏幕前 直播间的观众差点就吐了 太恶心了 阿英可不能给他当媳妇啊 猥琐的男孩对着江流营就是一阵乱摸 一旁的李娘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那就这样吧 给石头当媳妇还能省笔彩礼钱 李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可一旁的男人又突然不乐意了 这小丫头就像个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 卖掉反而能让他们安心一点 江流营就在他们的争吵声中再次昏睡过去 这可把直播间的观众给急坏了 所以到底是卖了还是没卖啊 应该没卖吧 不然怎么能活着回江家呢 观众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江家一群人的头上 不少人都说江家是故意不去找江流营的 还有阴谋论的说法是江婉婉在背后恶意阻拦 毕竟江流营被拐的村落距离逝去不过几十公里 可江家愣是找了十几年都毫无音讯 此话一出 观众席上的江成瑜顿时恼羞成怒 放屁 我们什么时候放弃过 而且他找不回来关婉婉什么事 明明是江流营一直在欺负我们婉婉 抢婉婉的东西 害婉婉受伤 还不知廉耻地勾引婉婉的未婚妇 在外也是 仗着自己是江家人就为非作白 江成瑜炮与莲珠地说了一大堆 想到激动的地方还会站起身来 跟婉婉比江流营就是一坨屎 你们往后看就知道了 这次就连江影帝的粉丝也沉默了一片 大家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贬低自己亲妹妹的 画面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进展下去 而是一点点的变得奇怪 有时显示出模糊的色块 有时则是一片黑暗 嘖嘖嘖 所有人的耳脉突然像电流穿过一般 怎么回事 玻璃罐 还有一张像手术床一样的桌子 不会真被卖去做实验了 啪哒 彻底飞平了 演播室里的观众当即茫然地看向后台 随即就有个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出来解释 原来是江流营前一室里排斥这段痛苦的记忆 而他们也没能查出来到底在女孩身上发生了什么 这下不少观众都等得不耐烦了 能不能搞快点了 看得我心急死了 我们可是花了钱才抢到的体验名额 退钱退钱 我不要退钱 我只想看后续 求快点修好 而演播室的最前排 江燕表情古怪地扯了扯江成瑜的衣袖 二哥 大哥都走了 要不我们也走吧 他心中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 仿佛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如潮水般颠覆他的认知 不走 江成瑜果断说出这两个字 什么 哥你不会也被这些假象骗到了吧 江流营做过的那些事你都忘记了吗 江成瑜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真不知道他脑袋是怎么长的 我像是那么蠢的人吗 很快江流营就要回家了 我只不过是想看看 当大家亲眼见证到他的罪行时会是什么反应 江燕顿住了 他是讨厌江流营 但他并没有兴趣看人的犯罪过程 二哥 那我先 别走 都坐着 正当江燕打算告辞了死 大门突然被人推开 一个清冷的男生打断了众人的谈话 来源正是江家大哥江思年 他刚从江市老宅赶来 这一路上匆匆忙忙的就是为了不错过小妹的记忆 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让小妹变成如今这般模样 他走到江燕身侧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坐下吧 他好歹也是你的姐姐 恰好这时 眼波厅里的大屏上又有画面了 长发披散的少女蜷缩在角落 目光所及之处 仿佛是一片虚无的空间 而他则是穿着一身纯白的病号服 露出来的肌肤如美玉般纯洁无瑕 这 这是什么时间段的 零零之前受了这么多伤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愈合了 0029 站起来 像是广播一样的声音从音响中传出 视角慢慢上移 大家这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宽大空间 分明就是一个四面镜子的盒子粉 江流营的脸蛋比他们之前见到的还要美丽 但也更加脆弱 天啊 刚刚那串数字是阿英妹妹的代号吗 电视剧里好像都这么给试验品编号的 呜呜我可怜的女儿哪有1点14岁的样子啊 瘦成什么样了都 她的 又黑平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思年忍不住眉头紧皱 她不耐烦地询问后台的工作人员 得到的却是对方阴阳怪气的嘲讽 那人仿佛知道一点内情 语气不善地冷冷恢复 那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你那可怜的妹妹极有可能遭受了无法想象的巨大创伤 以至于她内心深处对这段记忆充满了抗拒 说完后 江思年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江先生不妨想想 一个13岁的孩子 本应在阳光下自由奔跑的年纪 却被囚禁在阴暗的小空间里 被安上编号 在这里承受着各种未知的实验 整整一年 不 不可能 那对人贩子之前明明说了把她卖给 这次甚至都不需要工作人员的提醒她便迅速醒悟过来 无论盈盈是被送去做实验 还是被卖给其他人 结局都是惨吧 她的妹妹 原来在被找回来之前受过这么多的伤害 然而在盈盈受伤 流泪 思念他们的时候 他们又在做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 遗忘 江思念呼吸一致 心口也开始不受控制的抽筒起 我一定会好好弥补她的 听起来像是说给旁人听 又像是一种对自己的安慰 而另一边 江市大楼内 江振天看着摆在桌子上的叶尔眼睛 回想起女儿小时候乖巧的模样 心情愈发郁闷起来 对于江流盈 她自认为从未亏待过她 这么多年供她吃供她穿的 可她呢 先是欺负妹妹目无尊者 还小偷小摸好吃懒做 这也就罢了 毕竟她在那种穷乡屁壤里 待了那么多年 但是她还翘刻 堕胎 甚至违反乱计 这简直就是荒唐至极 江家就因为她一个人 丢尽了脸面 江振天越想越觉得自己没错 便理直气壮地 拿起眼镜带了上去 恰好这是画面连通 正是江流盈 坐在警察局里的画面 啊我的小宝 终于被警察叔叔救出来了 妹妹是不是又虚弱了 呼吸声好浅啊 那个男人到底对妹妹做了什么 江振天没想到自己 居然还能看到网友的弹幕 被警察叔叔解救 白白嫩嫩 这些词汇是形容江流盈的 他不是因为偷东西 才被抓进警察局吗 也恰好是警察认出了他 这才联系上了自己 不过当时他在做其他事 是娟儿替他接的电话 也是娟儿去接的人 江振天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后 立刻对着空中的按钮研究了一番 他也想学网友们发弹幕 以此告诉所有人 江流盈是因为偷了鸡蛋 才进警局的 可就在他准备按下发送箭时 耳脉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娟娟 你不是说你已经把人弄死了吗 他为什么还活着 警局门外停下了一辆顶级号车 声音似乎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所有观众里姓江的人都惊住了 因为这车正是他们江家司机标配 而江振天最是震惊 毕竟是相处了二十年的人 那声音就算华晨辉他都认得 空气沉默了一会儿 江婉婉情绪闷闷地说 对不起妈妈 不过我带了个好东西 给他涂上以后爸爸一定不会喜欢他的 而且我们只要跟爸爸说 他是因为犯罪才被抓进去的 想必以后爸爸也不会喜欢他了 王娟赞赏了眯了眯眼睛 自从他得知江婉婉把江流盈从山上推下去后 自己就没再侵蚀过这个女 当然了 我们婉婉真聪明 不过要想留下来的话 光是爸爸不喜欢他可不行哦 江婉婉笑着说 婉婉知道 哥哥和弟弟 我会让他们都讨厌江流盈的 屏幕外江振天紧皱着眉 他根本不知道这母女二人在说些什么 反正没有画面他是不会信的 直到一位贵妇牵着江婉婉出现在屏幕面前 却 王娟在看到江流盈的模样后嘴巴微睁 没想到这个在乡下长大的野孩子能这么白难 而江婉婉就没有这层情绪了 反而更多的是婉卫的口吻 又见面了呢 姐姐 你怎么在这 我的爸爸呢 他怎么还没有来 江流盈的瞳孔 在见到江婉婉那一刻猛地放大 目光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惊怒 而一旁领他们过来的警察一脸疑惑地问道 他们不是你的家人吗 江流盈不由的心中一沉 急忙摇头 不 我不认识他们 我的爸爸是江振天对吧 我是他现在的妻子 跟我回家吧 王娟不耐烦地接上了他未完的话 并拿出了一张最新拍摄的全家福 所有熟悉的人影都出现在了上面 而照片的最中央正是改过名字后的江婉婉 都认识吗 哦对了 这个小的是我跟你父亲的孩子 叫江燕 江婉婉指着这张照片对江流盈说 这是去年在巴黎过暑假的时候拍的全家福呢 全家福却唯独没有他 行了别看了 你妈已经死了 赶紧跟我们回去 王娟收回照片后抓着她的袖子就拽上车了 动作行云流水 却也简单粗暴 直到被塞进车里 车门关上时发出巨大的一声 江流盈才从妈妈死亡的消息中回过神来 靠靠靠 明明我只开了10%的通感 但是阿英妹妹伤心的情绪还是感染到我了 心里疼疼的 江婉婉和他妈真不是人吗 刚刚的对话也是他们说的吧 什么不让爸爸喜欢江流盈的 见不见了 弹幕一边倒的在骂江婉婉 但其中也不乏有几句另类的发言 还好吧 我感觉是江流盈的内心太脆弱了 江振天觉得这话有道理 至于娟儿的态度他也可以解释 肯定是江流盈一身乡村的贫穷气息 才让娟儿这么生气 回想起时隔十年再见江流盈的时候 他皮肤有黑 衣服还破了好几个大洞 整个人畏畏缩缩的 丝毫没有半点名门闺秀应有的气质 与婉婉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轩儿不喜欢他也很正常 我的妈妈他 江流盈才说几个字 就被江婉婉塞了一瓶粉底液在手里 拿着 拧开自己擦上 不听话你就别想知道你妈怎么死了 这不是C家最黑色号的那个粉底液吗 不要啊我白白嫩嫩的阿姨妹妹 拿别人母亲做威胁 江婉婉也太过分了吧 江振天看到这些弹幕后握了握拳 虽然这一点确实是婉婉做的不对 但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个孩子 有些玩心也很正常 反倒是江流盈 面对母亲离世这样巨大的悲痛 竟然连一滴眼泪也没掉 冷漠的让人心疼 在大家的议论中画面再次发生变化 重新回到了开头那一幕 装潢红伟的别墅 门口的鞦韆依旧悬挂在那 只是上面似乎还多了许多不属于他的东西 江流盈红着眼眶 过了很久都不能从母亲离世的恶号中挣脱出来 他好似行事走肉般跟在江婉婉的身后 失魂落魄的模样看得人心头一尘 当大门开启 一道挺拔的身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盈 盈盈 是你吗 江振天完全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跟没太一样的女孩是自己的女儿 爸爸 我们把姐姐接回来了 江婉婉突然冲到了江流盈的前面 他直直地扑过去抱住了那个高大的男人 而江流盈早在看到父亲的瞬间 便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 看着父亲抱着别人 好温暖 女孩的眼底闪过一抹怯生生的羡慕 他也想 他也想感受一下家人的怀抱 爸爸 江流盈颤声喊着 伸出手 慢慢地靠了过去 谁知江振天居然抱起江婉婉往旁一躲 嘴唇如动几下 似乎是想缓解尴尬 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后只憋出几句 盈盈 回来了就好 江婉婉靠在男人温暖的怀中 上一秒还朝着江流盈挑衅一笑 谁知下一秒就委屈巴巴地哭了出来 爸 爸爸 姐姐说我不是您的孩子 她要我离开您 不然就要打我呜呜 我舍不得爸爸呜呜 她的泪水就跟不要前世的哗啦啦往下掉 看得江振天好一阵心疼 婉婉不哭 乖 爸爸不会让你走的 盈盈你怎么能这样 却可是你妹妹 江流盈却是当场正主 不 不是的 我没有这么说过 而且这个妹妹我之前在山上的时候 老公别这么生气嘛 盈盈刚从拘留所出来有点闹脾气也很正常 王娟突然站了出来 她立马抬手捂住了江流盈的嘴巴 她故作慈爱地挤出了一滴眼泪 随即开始了自己绿茶的演技 盈盈 妈妈知道你心里有气 但你偷拿别人家的东西就是不对的 而且我也知道你不想认我 你在车上辱骂我和婉婉 我们也不生气的 但你不能欺骗你父亲 说完她还重重地叹了口气 言语间满是无奈和伤心 嗯 我没有 我根本没有偷东西 没有辱骂你妈 更没有撒谎 可这些话却都被堵在了女人的掌心中 江婉婉见机抓起江振天的大手安慰的 爸爸您别生气 姐姐只是在乡下待久了 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不是故意偷东西和骗人的 江振天则是越听越愤怒 这个女儿长得不堪入目就算了 居然还道德败怀目无尊长 跟怀里乖巧伶俐的婉婉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可这样的烂泥偏偏还是她的亲女儿 罢了罢了 你先去把早洗了换身衣服再下来吧 真的是醉了这个老灯 阿英那时才刚回家 离家之前妈妈都还好好的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接受另一个妈妈的 这个老女人也是够能鞭的 什么兔鸡蛋 人家分明是从可怕的实验所里逃出来的 江婉婉也是个死白脸 这母女俩真踏马剑的 其实说白了除了江流盈 其他三个人脑子都有病 屏幕外的江振天一听更怒了 怎么这些网友都在颠倒黑白 婉婉那么善良的一个女孩 居然那么宽容大度的一个女人 而江流盈她就是个白眼狼 不懂得感恩也就算了还总是欺负妹妹 江振天火急火燎地打开键盘疯狂敲打 细数一桩桩江流盈犯下的罪恶 正准备按下发送箭矢 接下来的一幕又让她愣在了原地 失散多年的真千金 终于被哥哥们找回去 可刚刚到家的她就遭到了 假千金卑鄙的诬陷 恶毒的小绿茶不仅嫁祸她偷那东西 还把她赶去了阴暗潮湿的佣人房里 而接下来的三年 江家不仅没给过小流盈一分钱的生活费 还三天两头对什么都没做错的 她动用家法 这些凄惨的过往都是哥哥们不知道的 直到女孩的记忆就此公开 哥哥们才终于意识到 一直为她们默默付出的是善良的小流盈 而被她们呵护长大的江郎婉 才是真正的天生坏主 直播间内水汽缭绕 原来是刚回家的江流盈正在袭子 卸去了脸上厚重的粉底 现在的她美得让人一不可言 这一刻江振天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巴 她从未想过能在江流盈的身上 看到王妻的影子 那个她爱了十年的女人 却因为女儿的被拐欲欲而终 虽然俊二的出现抚平了她心头的伤痛 但对于江流盈的怨恨却只增未解 更何况这个白眼狼回家后 只会给自己添堵 江振天越想越觉得生气 一抬头却刚好看见了骂她的弹幕 江副那个老灯 刚才竟然嫌我们阿英丑 姓江的是祖传眼瞎吗 一个两个都喜欢江婉婉那个绿茶 看到这些 江振天气得想跟网友们理论 可回怼的弹幕还没发出 她就在直播间的画面中 看见了婉婉的身影 江振天想起来了 凶是在这里 第一天回家的江流盈 就把懂事的婉婉欺负哭了 然而江副印象中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就见江振婉一把 江洗完澡的江流盈 推回到了房间 谁准你这样出去的 江振婉一边说着一边 拿出了那瓶最黑色号的粉底液 不过江流盈这次 却不肯乖乖听话 她满脸委屈地喊 我不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没有偷鸡蛋 更没有骂你了 我去跟爸爸解释清楚 还有你之前做过的事情 我都要告诉爸爸 听到这些江振婉忍不住冷笑一声 随即就如毒蛇般 凑到了江流盈的碗店 真是太天真了 爸爸最爱的是我 陪了他十年的也是我 你觉得他会信你 一个土包子的一面之词 别忘了是你害死的妈妈 就凭这个 你觉得爸爸还会喜欢你吗 妈妈 不 我不信 我要 还没等江流盈说完 江挽婉就不耐烦地 将粉底液泼了过去 女孩白皙的小脸上 瞬间沾满了 中黑色的污渍 粘稠的液体蹭在衣服上 小流盈不知所措地 将在了原地 一 真恶心 江挽婉又露出了 那副嫌弃的表情 这下憋着一口气的 江流盈再也忍不了了 他顾不上脸上 多余的液体 一把江坏笑着的 江挽婉推出了房门 谁知江振天 此时竟正好出现在门外 爸爸救我 呜 好疼啊爸爸 看着躺在地上 泪流不止的江挽婉 和满脸怒一面孔 猙獰的江流盈 该护着谁就不用多说 江振天一个剑步 就来到了养女的身边 随即就把她 她从地上抱了情 正当她准备质问 江流盈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听见江挽婉 答非所问的哭诉 姐姐没有推我的 是我 是我不该出现在她面前 不该抢走她的房间 我这就搬出去呜呜 江挽婉从善如流地开始表演 而偏心养女的江富 就这么傻不愣登地醒了 她怒气冲冲地斥责女儿 一个房间而已 你真的是太让我心狠了 她看向江流盈的脸上 血满的失望 冷漠的目光 更是如利刃般刺痛了 女孩的心脏 江振天不等她解释 就抱着江挽婉转身离开 那样的决绝不带 有一分一毫的犹豫 婉家快去背车 婉婉受伤了 我要送她去医院 直到这一刻 江流盈才带愣的抬起眼眸 她不明白 刚见第二次的江挽婉 为什么要陷害自己 不行 她必须得跟爸爸解释清楚 于是心急如焚的女孩 立马跪在了江振天的脚边 她像钻住救命稻草般 紧紧抓住了爸爸的衣袖 爸爸 求您信我 我绝对没有 没有 江挽婉却在这时插了进来 她不顾形象的哭嚎出伤 尖锐的嗓音 立马盖过了女孩的解释 婉婉不怕 爸爸在 江振天赶忙轻柔地安慰女儿 紧接着回头 就对江流盈力声呵斥 江流盈你给我松手 没看到我赶着送你妹妹去医院吗 红着眼睛的江流盈 拼了命地摇头 可她干涩的眼眶里 却看不到一滴眼泪 江振天当即堵定 眼前的女孩就是装了 她再次呵斥江流盈 快点松手 可固执的女孩就是死活不愿放开 这下失去耐心的江振天 也管不了那么多 她毫不客气地 揣向女儿的喧嘴 可怜的小流盈 就这么狼狈地趴在地上 而自始至终 父亲都没有施舍 她一个解释的机会 江流盈就这么望着江振天的背影 脆弱的模样 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可无论现在的 她有多么想到 放红的双眼都干涉到 顿顿的发疼 是啊 她的泪线早在之前的实验中 就被切掉 现在的她就是个不会哭的怪物 过了很久 江流盈才失魂落魄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自顾自地喃喃低语 空洞的双眼里 透着无助的绝望 爸爸 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 可我没有抢妹妹的房间 也没有打过她 爸爸为什么要讨厌我呢 这一刻女孩的眼神变得迷茫 曾经的她是那么地渴望回家 渴望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无数个独自挨过的夜晚 她都在梦里和家人短暂的团聚 然而现在 别墅还是那个别墅 可这个宛如宫殿的家中 却容不下一个小小的自己 是不是 只要跟妹妹道歉 爸爸就会原谅我了 哎呀不准 我不准你道歉 你要是敢道歉 我立马粉转黑 支持 我要是江流盈 我就踢把刀上去干了 好在 这个念头刚一浮现 就被她否决 不行 我没有犯错 爸爸之前说过的 人在做天在看 她没做过的事情 凭什么让她承认 想到这里 江流盈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 只可惜父亲带给她的痛苦 并不能因此消退 这一刻 所有开启通感的观众 都能感受到 江流盈身上浓烈的悲伤 哪怕只有5%的程度 这足以让她们痛苦出声 而这些人中 最难受的莫过于江振天了 她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一出荒诞的闹剧 以一个被冤枉女儿的视角 去重新审视当年的误会 轻眼目睹那时的 自己究竟有多偏心 然后再亲身感受着 女儿内心积压的委屈 气死老子了 江婉婉能不能去死啊 还江振天呢 我看叫江真瞎还差不多 就是 乖巧懂事的小刘盈 你不喜欢 喜欢那个狗屁江挽挽 我倒要看看 去了医院这个死绿茶 还怎么装 此话一出 网友们的矛头 都对准了江挽挽 各种骂声扑面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江成渝 却突然开口 等等 我记得这一天 江流盈偷了江挽挽的东西 江成渝的语气非常笃定 这让一部分不理智的 网友临场倒过 早就听说江流盈 手脚不干净 看来被讨厌是她活该啊 就是 小时候偷真长大偷金 而且江流盈作为姐姐 让下妹妹也没毛病了 看到这些弹幕 江成渝的心底莫名就有了底气 虽然她忘记了 当时的江流盈偷了什么东西 但她有这个印象 大家就等着她的真面目暴露吧 屏幕上的直播还在继续 而江流盈的视线 却突然落在了一只玩偶的身上 那个脏兮兮的布娃娃 被随意地丢在床底 破破烂烂的模样一看 就没有得到主人的爱惜 江燕远俊不惊道 二哥你说的 不会是这个又破又脏的丑娃娃吧 江成渝不由地攥紧拳头 难以言表地尴尬爬上脸庞 就算是这个破娃娃又怎样 她是属于婉婉的 江流盈偷了就是偷了 江振天也在自家的办公室里赞同地点头 随即就敲下了一长串支持的弹幕 我是江流盈的爸爸 阿渝说的没错 那时的江流盈虽然只偷了一个娃娃 但是没过多久 她又偷了婉婉的发钱 那个发卡价值一百多万 足够江流盈把牢底做穿的 江振天的出现 让直播间的弹幕停了一瞬 然而下一秒 铺天盖地的文字 就如蝗虫过境般疯狂地滚动起来 欣喜老爸 我也是你失散多年的女儿 嘉一 爸爸 看我看我 这种爸爸有什么好惊喜的 花一百万给妓女买发钱 却连一件衣服都舍不得给亲女儿买 此条弹幕一出 观众们又再次恢复隆近 众人的视线再次回到了大屏幕上 而此时的江流盈 已经把那个恢不哭的布娃娃拽了出来 她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 而观众们这才发现 玩偶的脸颊已经被人用墨水涂得乱七八糟 是你吗 江流盈从娃娃的口袋中翻出一张叠好的贺卡 泛黄的纸张上赫然写着一句简单的祝福 爸爸妈妈祝盈盈宝贝生日快乐 这是爸爸送的 是爸爸送给我的 江流盈刚还失落的情绪瞬间一扫而空 兴奋的她更是把那脏兮兮的玩偶紧紧地抱在怀里 谁知 这个动作居然直接让那颗摇摇欲坠的脑袋掉了下 江流盈惊慌失措地瞪圆了眼睛 她急忙将弄坏的娃娃拼了起来 女孩的双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这是妈妈留给她最后的东西 一定 一定能修好的 绝望的女孩无助的低难 可还没等她把头安上 另一边的手臂又被她不小心扯断了一只 啊 为什么装不回去了 为什么会坏啊 江流盈的声音中带着哽咽 她看着这个破烂的娃娃 犹如在镜子中看向刚被找回的自己 娃娃修不好了 阿盈也没人要了 爸爸 妈妈 对不起 我没能爱护好你们送给我的礼物 对不起 而屏幕外的江振天先是吃惊 再是羞愧难当 她先前还当众说了这是属于娃娃的玩偶 可谁能想到这竟然是自己12年前送给盈盈的生日礼物 一个丑陋的娃娃 乌乌饮宝别自责了 这个黑色记号比一看就是某个江白脸土的 刚刚还在那信誓旦旦说江流盈偷东西的人了 江真侠还有江成猪怎么不狡辩了 就在江流盈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时 一只粗壮的手臂突然从背后伸了过来 毫无防备的她被狠狠地推了一把 你是谁 一个愤怒的男生在耳边乍响 新来的庸人竟敢闯进我妹妹的房间 还有 你手里抱着的是什么 该不会是在偷东西吧 江流盈迅速站起身来 我不是小偷 这本就是我的 当她看清来人的面容时 话语瞬间顿了一顿 她的眼底闪过一抹惊恶 随即就委屈地红了眼眶 二哥 来人正是16岁的江成鱼 立身校服遮掩了成年版的妖眼 此时的她浑身透露着纯洁活力的气息 可说出来的话却如此刻薄 什么二哥 谁是你二哥 你这个又脏又丑的下人 赶紧滚出我妹妹的房间 江流盈被吓得身子一抖 手上的玩偶就这样 猝不及防地摔在地上 啪打 玩偶这下彻底碎了 江流盈连忙趴在地上 一块一块地去捡 殊不知这样的动作 直接把旁边的江成鱼惹闹 弄坏我妹妹的玩具 还想藏起来毁尸灭绩 还没等江流盈开口 江成鱼就无情地将人踹翻在地 单膜的身体发出沉闷的撞击 可少年却连一个心疼的眼神都来施舍 下一秒剧烈的疼痛就席卷了女孩的全身 让她不由自主地发出痛苦的声音 哥 哥哥 那声音充满了委屈和无助 可在江成鱼听来却只有恶心 那什么阿猫阿狗都敢乱谈关系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就只认晚晚一个妹妹 识相点的话就赶紧滚蛋 我去 闭言不合就打人 无语 江家还真是一门四下 新妹妹就在眼前还认不出来 观众们的弹幕吵得不可开交 而屏幕上的小刘盈却呆得一言不发 是她听错了吗 二哥在说什么 什么只认一个妹妹 那她是谁 我不是阿猫阿狗 我是江流盈 我也是二哥的妹妹啊 她强忍着内心的酸楚喊出了这句话 声音也因为激动变得杀眼 江成瑜的大脑轰一下炸开 脸上的惊恶之色似乎耀溢了出来 只是这种表情仅仅持续了片刻 便迅速被狐一所占据 你骗人 盈盈不是 不是已经死了吗 而且我的妹妹可不像你这般丑梦 对 没错 你就是个骗子 她激动地喊道 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不信任 就在这时王娟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里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直到踏入房门的瞬间 才立刻患上了一副焦虑万分的神奇 天哪 盈盈 你怎么躺在婉婉房间里 还摔坏了她的玩具 不得不说不愧是魔女 浮夸的演技和江婉婉的如出一辙 我知道你因为婉婉住了你的房间心情不好 但你 你也不能把她打进医院了 她一边说一边擦去不存在的泪花 可偏偏这么拙劣的谎言 眼下的江成瑜却当场性了 她恶狠狠地蹬向地上的女孩 一股刺骨的寒衣瞬间穿透了江流营的身体 不 二哥我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打她 而且这个娃娃是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我怎么会弄坏死 靠靠靠老子的胳膊啊疼啊 我也感觉到了一点 这个女人不会再掐江流营吧 江流营只觉得手臂上传来一阵揪心的剧痛 本能的驱使让她下意识地收回了手 啊 谁知王娟借着这股力量就莫名其妙地往后仰去 啊 江成瑜心急如焚地冲了上去 一把把江流营推到了一边 青春正直的少年力度多大不用多说 就见江流营亮枪了好几步 才勉强稳住摇晃的身心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场混乱的闹觉 而地板上的王娟则是泪眼婆娑地大声控诉 匀匀匀匀 怎么能这样对妈妈 江流营嘴唇微微动了动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又犹豫着不知如何开口 说不是她干了吗 二哥她会相信自己吗 江流营忘不了她刚刚的眼神 那样的陌生如同寒霜刺痛了她的心脏 可无论如何 那也是她的亲哥伟啊 那个说过会永远保护她 相信她的亲哥伟啊 这一刻一股强烈的信念 扭上了她的心头 江流盈想为委屈的自己再努力一把 我没有推 然而 话还没说完就被江成渝打断了 住口 江流盈 妈不是你推倒的难道 还是她自己摔倒的不成 满嘴谎话 我怎么会有像你这样心如蛇蝎的妹妹 她的话语如历刃般直刺江流盈的心窝 想哭 可她早已无泪可流 只剩心中无尽的酸色 不 不对 江成渝在这时话风突然一转 就当众人以为她终于不是猪脑的时候 一定是妈你弄错了 她才不是江流盈 盈盈早就死了 她不过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吧 这一瞬间 江流盈只觉得天旋地转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分奔离析 没救了这往 亏我还觉得这人长得帅 没想到脑子这么不好使 确实 长着眼睛的都能看出江流盈身板比江婉婉还小 能推动这个一米七的女的吗 我也服了 诅咒自己亲妹死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辈子没这么心疼过一个人 江流盈我以后不骂你了 只要以后你不再干坏事我就焚你 屏幕外的江成余脸色也是变得越来越苍白 眼中一同闪过极为复杂的情绪 她不敢相信尊敬了那么多年的母亲 真的会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 去陷害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可事实就在眼前 江流盈丝毫没有推散的举动 难道是 哥哥们终于发现了假千金不为人知的一面 原来在人前温柔善良的江婉婉 竟然是这样一副恶心的嘴脸 她不仅在学校里照遥大哥强奸未遂 还在家里毒害二哥伴子绝孙 最后为了争主 竟然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股 可就是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冒牌货 却被眼亡心虾的江家人当成了宝贝 现在 所有人都知道了江婉婉做过的坏事 绿茶养女终于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此时此刻 直播间的观众都看见了王娟母女丑陋的嘴脸 两人的眼睛一个比个捉猎 可偏偏傻了吧唧的江家人就是姓了 前有眼瞎将父姓养女谎话连天 后有暴躁哥哥替后妈惩罚妹妹 直播间的观众们彻底不淡定了 不少人都拿起手机对着江家人一通乱喷 而看到这些淡漠的江成余则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直到现在他还怀疑自己看到的画面都是假的 他的婉婉 他心地善良的妹妹 绝不可能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 正当他准备起身跟网友们理论 直播间的大屏幕却突然黑了 观众们这才惊奇地发现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看了八个小时的直播 第一天的审判就在这不停的反转中画上去后 没一会儿观众席上就只剩下了神情古怪的江家三人 江四年当即喊住了一旁的工作人员 他想去看看江流盈的情况 直到这一刻他才想起来 记忆审判会对提取者造成不可逆转的伤痕 如果可以 他想以家人的身份终止这场荒唐的闹剧 他的阿英 那个代替他受了十年苦的妹妹 不该在这里承受这些残忍的对待 江四年袭击地看向面前的工作人员 可回应他的只有对方冷冰冰地拒绝 不可以的江先生 记忆审判开始后就无法终止 听到这后 后悔了的江四年颓然地捂住了脑袋 但他还不死心地再次询问 他想对妹妹说一声迟来的抱歉 哪怕不被原谅也没关系的 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 他会改的 会当一个好哥哥的 他会像疼爱婉婉一样疼爱阿英 再也不让妹妹受一顶点的委屈 这一刻内心的煎熬几乎让江四年痛哭流涕 然而工作人员的话 却打破了他最后的袭击 记忆审判无法终止 即便受神者死亡也还要继续 江四年就这么在演播室里坐到了天黑 可直到工作人员出面感人 他也没能等来再见妹妹的机会 他只能失魂落魄地回到江家 可那些令人心痛的真相却远不止于此 此时此刻江家老宅 江四年呆愣地站在杂物间的门口 只有这里还残留着阿英生活过的痕迹 然而刚推开门 他就被呛人的梅味熏得不停咳嗽 唯一的光源是一盏小小的台灯 而房间的陈设更是简陋到让人心惊 一张木头搭成的小床 和一个几乎要坏了的衣柜 这一刻心痛占据了男人的心脏 他从未像此刻这般后悔不已 回始神差的 江四年走进了那个破旧的衣柜 他还幻想着里面会装满漂亮的裙子 毕竟在他的认知中 江家从不会在子女的生活上有所恪口 然而柜门打开的瞬间 江四年却震住了 空荡的衣柜里只有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 想象 妹妹是怎么在这里挨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夜 所以究竟是谁给江流营安排这样的房间 他明明记得自己有吩咐腾出一间像样的客房 想到这里 江四年怒气冲冲地找到了正在看剧本的江成瑜 他难得对这个早熟的弟弟摆起脸色 你知道爱营住在一楼的杂物间吗 怎么了 是他自己要求的 江成瑜一脸的莫名其妙 随即就被江四年拽去了那个没法住人的房间 他不耐烦地推开了房门 在看清里面的陈设后也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这 江成瑜坑坑吃吃地接不上话 思绪也飘回到江流营回家的那天 他依稀记得是婉婉跟他提的 让他给妹妹准备一个朴素点的房间 婉婉跟他说江流营住不惯家里的软床 他更喜欢养父母那边破破的土屋 江成瑜当时是怎么想的 感觉江流营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玩意 最后是婉婉自告奋勇地帮姐姐准备房间 他还夸婉婉心善来着 难道是婉婉欺骗了他 不可能的 一定是偷懒的庸人们欺上瞒下 想到这里 江成瑜猛地将房门重重地关上 随后就一副无所谓的转身上楼 在他看来江流营住什么房间都是咎由自取 而距离审判结束还有五天 那些精彩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当天晚上 江流营记忆审判的热搜就登上了各大网站的头条 各种标题的也在此刻横空出世 震惊 豪门里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走 心境小花竟然是心机表 舆论一边倒地在骂江婉婉 让他苦心经营的人设一蹦在崩 眼见着他房就在眼前 江副立马买了水军在各大网站控屏 可是第一天看过直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即便江家使出了浑身解数 江婉婉的演艺生涯还是彻底完完了 而更可怕的是江市集团的股票也是一跌再跌 可即便如此第二天的直播 江家三兄弟还是准时准点地到达了现场 相比于第一天的人数 直播间的观众翻了整整一倍 主办方也加入了一种全新的技术 原本的第一视角变成了第三视角 这样观众们才能更加直观地了解真相 没一会直播间的大屏幕就亮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厨房 看到这一幕 观众席上的江成瑜立马沉下了脸色 他声音闷闷地向观众们控锁 就是在这里 江流营给我下了段子绝孙的药粉 随后直播间的画面突然切近 果然有一个女孩在鬼鬼祟祟地偷拿什么 来了来了 是江流营吗 你们看他手上在捣布什么 他是不是把一包白色粉末倒进豆浆里了 你们看 就是江流营那个贱人 江成瑜说得咬牙切齿 一旁的江四年却抿了抿下唇 由于在三后他还是出口提醒 二弟 你什么时候见过盈盈穿这么昂贵的裙子 然而江成瑜却想都没想就直接回答 一定是他脱婉婉的 在这个家里 只有江流营一个人想害自己 善良的婉婉是断不可能去害人的 想到这里 江成瑜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胸有成竹的冷笑 他在期待着观众们发现江流营的罪行 然而就在这时 屏幕中传来一道奸细的女声 恶毒的咒骂让在场的江家人都白了脸色 该死的爸爸 居然又想生弟弟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买来的 只要给爸爸吃了就再也没法生小孩了 穿着公主裙的少女手拿筷子 没一会就将整包药粉尽数溶解在豆浆之中 刚刚镜头离得很远 观众们还不敢确定 但随着镜头的推进 所有人都看清了那头醒目的白粉 在豆浆里下毒的居然是江婉婉 天杀的 我就知道这个死绿茶不干好事 阿盈妹妹又被冤枉了 正当观众们骂得火热 另一抹纤细的身影也出现在了镜头之中 看到其他人的出现 江婉婉明显吓了一跳 但她很快就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来厨房干什么 江婉婉虚张声势地大声质问 而江流营却并没有被她吓到 那些充满恶意的咚恼她都听到了 她绝不能让这个坏女人伤害爸爸 然而一想到父亲昨晚猜忌的眼神 她就忍不住心头一尘 还是算了 爸爸可能不会相信自己 没办法的江流营只能装出生气的模样 以此来威胁江婉婉把豆浆倒掉 行啊 只要你肯乖乖剪掉头发 我便把豆浆倒掉 否则 江婉婉的话锋一转 一股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了江流营的心头 而正如她料想的一样 某个新精女又开始使坏了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跟爸爸说是你下毒的 你说爸爸信我 还是信你这个昨天才害我进医院的坏孩子 说到最后一句时 江婉婉特意加重了语气 同时还挑衅般的眨了眨眼睛 乐作剧般的语调让人恶心 可这又的的确确是江流营现在的处境 她想拒绝 却没有一点拒绝的权利 可恶啊 这个江婉婉太贱了 凭什么剪我女儿的头发 只见屏幕之中 江流营的长发让人剪得乱七八糟 光是看着就能感受到江婉婉的恶意 嘖嘖嘖 姐姐你可真丑 观众们看得心疼不已 然而作为当事人的江流营 却没什么反应 她早就不在乎自己的外貌了 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的 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 她唯一的信念就是回家 可如今好不容易回到江家 这偌大的宅邸 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 要是被剪掉的长发能救下爸爸 这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 而且她很害怕哥哥们讨厌 要是再次被抛弃的话 她会死的 她不想回到那个肮脏昏暗的牛棚 又或者是狭小窒息的实验室 她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 回到十年前那段美好的日子 女孩的眼眶红得可怕 一缕一缕的长发散在地上 就像江流营碎掉的尊严 再也拼不起来 而另一边的演播室内 江成渔在这过程中不断地企图开口 却总会被江婉婉的行为 惊得闭上了嘴巴 真的是婉婉 江成渔的脑子乱成一团 但唯一清晰的记忆却是那杯豆浆 她非常笃定地记得 那杯豆浆是江流营递给自己的 对 江成渔立即说道 婉婉就是被我们宠坏了 小女孩之间捡来捡去的也挺正常的 对吧大哥 见江四年不说话 江成渔便又补了一句 大不了让江流营捡回去呗 时间又过了很久 酒到脾气很好的江流营 都忍不住有些急了 你捡好了吗 可以把豆浆倒了吧 江婉婉握着剪刀的手一顿 随即仰起嘴角说 我又不想到了 不如这样 你替我喝了吧 不然我就端给爸爸 这一刻江婉婉无耻的态度 直接把江流营激怒了 你怎么可以出二反二 从小到大 他从没遇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人 之前被人贩子打或是骂 他都忍了 并且到后面甚至可以完全无视 可是如今 他居然气得浑身颤抖 休想害爸爸 最后他干脆直接抢过了江婉婉的杯子 随后就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跑 本想着跑到洗手间倒掉就行了 谁知正好撞上了下楼的江成渔 走路长不长眼啊 此时的江成渔已经换好了一套干净的校服 慌张的江流营连忙将敞开的杯口朝向自己 粘稠的豆浆摇晃着洒了一身 女孩却悄悄庆幸没有弄脏哥哥的衣服 可不愧是香大佬 真把课听当农田了 江流营瞬间脸色一变 正想开口解释却被江成渔打断 天爱你是多久没洗澡了 才一个晚上就洗掉那么多脏东西 明明是想说他变白了 可叛逆期的少年却非要打击江流营的自尊 字字带字的话语瞬间刺痛了女孩的心脏 让他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难道就因为在乡下长大 就觉得他脏吗 可那也不是他想的呀 他也想跟哥哥们生活在一起 可以不用早起上山采药 不用一个人洗全家衣服 不用睡在臭烘烘的牛跑 甚至他能像二哥这样 穿着校服坐在教室里 学习知识 认识朋友 为什么 二哥你为什么要把不好的事情都归咎在我的身上 女孩的声音宛如低难 江成渔的心中顿时咯瞪了一下 他好像一不小心就惹妹妹难过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于叛逆期的少年 道歉是一件非常难以启齿的事情 于是为了转移话题 江成渔看向了妹妹手中还生半杯的豆浆 这个豆浆是给我的吗 正好我今天不想吃早餐了 少年伸过手就要去哪儿 江流营立马眼疾手快地盖住杯口 二哥不要喝 也就是这时 一直躲在暗处的江婉婉哭喊着跑了出来 哥哥不要喝 姐姐在杯子里下了不能生宝宝的药 我没有 要是江婉婉下的 江流营这次并没有傻愣愣地看着他扭曲事实 而是选择跟江婉婉一同说出真相 他以为这样就能够避免像昨日那般被人污蔑 可 江流营你在鬼叫什么 闭嘴 江成渔极其不满地低吼一声 在这么近的距离 这声怒吼犹如惊雷一般在江流营的耳边炸开 剧烈的耳鸣在演播厅内回响 不少人都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而江成渔显然不知道自己这声吼叫的威力 他只当瑟瑟发抖的江流营是心虚的表现 让婉婉先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二哥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己这边 江流营立马开启了颠倒黑白的绿茶发言 二哥乌乌 刚刚我在厨房看见姐姐往豆浆里面下药 还说要让你断子绝酸 我不准他这样做 结果他就用剪刀剪我的手 不是我 是他 是他下的药 我也没有用剪刀剪他 江流营拼了命地摇头 他想向哥哥解释当时的真相 但剧烈的耳鸣却让他颤抖着说不出回来 乌乌好疼 二哥我的手好疼 江王乌哭得撕心裂肺 江成渔的心都要碎了 他着急地去看妹妹的小手 但也就在这时 江流营却突然地攥住了他的衣角 二哥 相信我 求求你 话还没说完 一杯凉透了的豆浆就从他的头顶一股脑的泼下 粘稠的液体模糊了视线 代替眼泪落在地上 江流营 有你这样的妹妹真让我恶心 江成渔说完这几个字后就跑到了江王婉的身边 抓起他正在流血的时候反复查看 那只不过是一个指甲盖长的划痕 可江成渔却心疼地不停安慰 而另一边的江流营 却是被淡黄色的豆浆浇湿了头发 狼狈的模样就像淋了雨的小狗 他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一双低垂的眼睛写满了疲惫 那是受尽委屈后留下的绝望 这下直播间的观众们更加坐不住了 尤其是看到江王婉那条比头发丝还细的伤口 快送医院吧 再不送伤口就要愈合了 真能演 江王婉不去演绿茶真是浪费了 真见了 也就江影帝眼瞎还能相信 而此时此刻 演播室里的江成鱼彻底动不住了 假的 都是假的 哥你当时也看到了对不对 就是江流营 是他下的药 也是他端给我的 他的嗓音变得格外沙哑 江思年不带感情的片头看了看他 冷声开口 我没看到 这一刻江成鱼只能不停地安慰自己 都是误会 婉婉也只是贪婉 只是现在的他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换新救他的人压根就不是恶毒的江婉婉 而所谓的摔下楼梯也是谎言 此时将是旗下的VIP病房内 某个本该昏迷的少女 正津津有味地砍着猪体 妹妹拿命救下的哥哥 现在却要杀了他给假千金赔罪 可知道女孩的记忆全部公推 哥哥们才终于发现 原来当初冒着危险救下大哥的人是他 累到晕倒照顾弟弟的人也是他 甚至为了治好重病的二哥 女孩毅然决然地捐出自己的心脏 可这些迟来的真相摆在眼前 哥哥们才终于意识到 那个处处为他们着想的妹妹再也回不来了 记忆的审判还在继续 江流银浑身湿透地跪在地上 她的模样狼狈不平 而更让人心疼的是那双泛着心红的眼睛 玲玲早已哭不出一滴眼泪 可那绝望的眼神却比哭泣的时候更让人心碎 只可惜 这些都是江成瑜不曾看到的画面 那时的她只看见了江婉婉受伤的手指 以至于就算江流银突然死在她的面前 她都能心安理得地从对方身上踩过去 江成瑜就这么抱着江婉婉扬长而去 徒留无助的女孩在客厅中狼狈的身影 不知过了多久 江流银才浑浑噩噩噩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麻木地捡起散落的碎片 娇嫩的手掌被划得鲜血淋漓 哥哥你看啊 阿英把地板收拾干净了 阿英不是坏孩子 江流银就这么喃喃地低语着 观众们看得心都要碎了 一个什么都没有做错的孩子 却平白遭受这些无端的指责 一时间弹幕上全是对江成瑜的怒骂 而观众席上的江影帝也莫名地委屈 她也没想到事实的真相会是这样 更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婉婉会出烟骗她 大不了给她泼回去嘛 至于摆出这副要死要活的模样嘛 随后直播间的画面就开始了扭曲的开机 大部分的时间江流银都待在那个狭小的杂物间里 而为了避免下药的危险再次出现 她甚至不被允许到餐厅里上桌吃饭 起初还有佣人送来吃剩的残羹冷制 但没几天他们就被江婉婉以各种理由纷纷辞退 到后来所有人都不敢接近江流银 女孩在江家的处境也越发艰难起来 在江家人其乐融融享受晚餐时 她却只能在房间里吃搜掉的剩饭 在江家人豪至千斤外出旅行时 她却只能趴在窗边眼巴巴地望着 这样的场景日处一日 久到小流银都记不起在杂物间里被关了多久 直到房间里被丢进来一个用旧的书包 她才知道自己终于熬到了开学的日子 没一会儿直播间的屏幕漠然一黑 再次亮起已经变成了青春洋溢的初中校园 看到大屏幕上的场景飞速变换 不少观众都看看地松了口气 江家带点小流银的情绪实在是太压抑了 终于不用在江家受那个扭气了 好期待小流银的校园生活呀 期待什么 江流银就是上学以后才学坏的 直播间的网友们争论不休 直到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纤细的女孩 瘦弱的身形几乎一吹就倒 即便凌乱的刘海遮住面庞 观众们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是江流银 这个发型也太丑了吧 江家连个剪头发的钱都舍不得给吗 看到这些弹幕 观众席上的江四年立马羞愧难当 作为哥哥 当年的事情的确是他的失职 而小妹误入企图也有他的原因 所以等江流银出狱后 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地补偿妹妹 想到这里 江四年才平复了良心上的不安 然而就在这时 阴魂不散的小绿茶却又出头了 今天竟然没迟到啊 就见江婉婉穿着一身同样的校服 但精心打理过的发型却让他像个高傲的公主 他一把拦住江流银的去路 随即就开始了恶劣地嘲讽 走路过来累不累啊 江流银在看到他的瞬间浑身一僵 然而下一秒 他的头发就被江婉婉狠狠地拽住 小贱人还敢露出半张脸 随即他就拿出眉笔 在江流银的脸上胡乱地点去 上课的铃声响了又响 过了很久 江婉婉才满意地端向着自己的杰作 姐姐 你可真丑 江婉婉对着江流银挑衅一笑 而后者却色搜得更厉害了 妹 妹妹 我只是想上学而已 遮住脸也没关系的 求你别让庸人把我关起来 江流银哀求着去扯江婉婉的衣袖 而对方则嫌弃地用手打开 别好我妹妹 你真恶心 说完江婉婉就不耐烦地转身就走 但江流银却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记得江婉婉之前答应过她的 只要自己乖乖伴仇 她就告诉自己妈妈的死因 所以我妈究竟是怎么死的 江流银颤抖地问出心底的问题 而江婉婉则不耐烦地敷衍道 在车上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 你妈出去找你被车撞死了 爸爸可恨死你了 哥哥们也硬 江婉婉的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嘲弄 随即又开始了新一轮对江流银的打压 真不要脸 害死自己亲妈的人也有脸回家 你怎么不跟你妈一起死呢 这一刻画面开始了摇晃的眩晕 而坐在前排的江思年已经彻底绷不住了 她不敢想象 玲玲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会有多难过 可还没等她站起身 痛感带来的副作用已经让她狼狈地跪在地上 心口传来绵延的痛意 窒息的感觉几乎要将她淹没 而与此同时 观众席上也有不少人难受的捂住心口 原来这就是心痛的感觉吗 江思年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随即就苦笑着看向屏幕中陌生的江婉婉 这真是她认识的那个婉婉吗 那个她竭尽偏爱宠大的妹妹 然而现在 自己却看着她在极度地驱使下面目全非 看着她为了嫁祸江流银谎话连篇 甚至还利用母亲的离世唆使姐姐去死 江思年一想到善良的盈盈会因此自杀 她的心脏就不可抑制地一阵抽筒 同时升起的还有一丝对江婉婉的失望 这个她以为最天真最可爱的妹妹 却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变得陌生 难怪自从盈盈回来后 就从未问及过母亲离世的原因 那时的她还责怪妹妹的冷血无情 却不知道这个无助的女孩 早被婉婉骗得失去了询问的勇气 她害怕哥哥们责怪的眼神 更害怕面对江婉婉口中不堪的自己 可这一切又跟江流银有什么关系 当年人贩子盯上的目标是成鱼 差点被拐走的人是自己 是江流银一次又一次地救了他们 而作为哥哥 自己和成鱼又做了什么 闭上眼睛 是妹妹在牛棚里绝望地哭泣 睁开眼睛 是女孩在屏幕上落寞的背影 这一刻江思年才终于领略到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她甚至都不敢去想这些年的细节 如果 她是说如果 江流银做过的坏事全是被冤枉的 那她就彻底失去了挽回妹妹的机会 想到这里江思年颓然地闭上眼睛 她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察觉到一切 如果当时的她能主动跟盈盈沟通 如果当时的她愿意相信妹妹哪怕一次 可惜这些后悔的假设终究不能实现 就像他们善良懂事的妹妹再也回不来了 江思年的崩溃众人都看在眼里 而一旁的江成鱼却不以为意地撇了撇嘴 哥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我 江成鱼你给我闭嘴 看到这一幕 演播室里的观众那叫一个解气 剧情都发展到这个份上了 还能无脑偏袒谈江婉婉 这个江影帝不是眼瞎就是傻子 然而就在这时 一条突兀的弹幕却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有一件事我想了想还是告诉你们吧 我是地中的老师 江流营来学校的第一天就逃学了 她还打了江婉婉 此弹幕一出 又有几个人跟踪控诉江流营的恶行 但理智的网友显然并不买账 这一天多的直播已经反复打脸无数次了 比起江婉婉 他们更愿意相信善良的小流营 只是还没等观众们吵出个结果 江流营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她完全不明白眼前的一切发生了什么 但是经历过两次无端的诬险 她心里顿时按道不好 身体的本能让她下意识地去服江婉婉 只是她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竟会拉着她卡住自己的脖子 吴姐姐 你不要卡我 我真的不能替你撒谎 江婉婉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委屈的模样仿佛江流营真的在对她施加暴力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松手 就在江流营正脱开的瞬间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对方不由分说就把江流营其拿在地 粗暴的模样完全不把眼前的女孩当成学生 我没有 江流营刚想开口解释 一抬头却对上了江婉婉戏谑的眼神 人家脸上还有半分的痛苦 勾起的唇胶仿佛在说 我赢了 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在江流营的耳边炸开 迟到逃课欺负同学 是想被开除了吗 不愧是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教说的老师 嗓门多大不用多说 江流营只觉得自己的耳朵要被震碎了似的 想挣脱 却又动弹不得 好难受 远胜于常人的听力让他在这声幕后下头痛欲裂 意识模糊前 江流营下意识地咬住了男人的手臂 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得以脱身 女孩狼狈地蹲在地上大口的喘气 而一旁的江婉婉早已抑制不住的嘴角上扬 没一会儿直播间的观众就听到了一声更加愤怒的爆和 紧接着教导主任就愤怒地拨响了江振天的电话 此时此刻 观众席上的江四年一脸惨白 他突然对这段情节有了一点印象 那天去学校的人好像是自己 下一秒屏幕上的画面就印证了他的记忆 江流营 昨天是你求着爸说想上学 今天第一天报名就迟到 似乎是看大哥弄错了重点 江婉婉立马凑上来抽抽耶耶的表演 呜呜大哥你别生气 都是我的错 姐姐只是不小心碰到我了 一旁的教导主任也跟着控诉 小江总 当时你妹妹打人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我上前阻拦还被他狠狠地咬了一口 他一边说着 一边露出了手臂上几乎要看不到的牙印 江流营在一旁听的眼眶都红了 他没有 为什么没人愿意相信他呢 似乎是感受到了眼眶的灼热 他急忙低下头掩饰自己的异常 却不知道这样的举动在外人抗议 反而像是不服管教的抗议 主任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我跟他们谈谈 办公室的门刚关上 江四年就狠狠地甩了江流营一个耳光 晚晚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他 江流营不知所措地扬起小脸 满心委屈的他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可江四年看到他这副模样却更生气了 说话呀 还是说 你还没想好用什么借口推托到晚晚的身上 江流营心中万般不是滋味 但他能说什么呢 说他没有欺负江晚晚 回想起曾经 江流营的脑海中自动播放着江四年对他说的那两个字 荒谬 那现在呢 江流营试图平复内心的波动 但他又控制不住自己去想 如果连最亲近的大哥都不愿意信他的话 这世上恐怕就没有人会信他了吧 所以他想赌一次 哪怕一次 他想让大哥相信自己 学校的门口就有监控 只要调查一下就能发现事实的真相 我没有欺负婉婉 也没有逃学 哥哥 你能信我一次吗 他的目光犹如炽热的火焰 真挚而又真诚 甚至还带着淡淡的鸿芒 只是不见一滴泪水 江四年依旧皱着眉 事实就在眼前 你要我信你什么 信你欺负妹妹 还是信你目无尊长 真可笑 就是他把自己抛弃给绑架犯的 现在还来问自己能不能再信他一次 说完江四年就冷漠地背过身去 而江流盈已经低着头痴痴地笑了起来 欺负妹妹 目无尊长 原来在大哥的心里 他就是这样一个恶毒的坏人 一个只会撒谎的小丑 那个被打被骂都不曾哭泣的女孩 此刻却如风中残烛般微微颤抖着 支撑他回家的信念在此刻纷奔离析 空洞的双眼里只剩下无尽的绝望 而屏幕之外的江四年也同样如此 心痛得无法言喻 对不起 对不起 此刻他的手正颤抖地掩盖住胀痛的双眼 在内心后悔地质问十年前的自己 江四年 你当年不信盈盈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伤害他 直过间的弹幕也在这时疯狂地滚动起来 江四年你为什么不信他 为什么不信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江四年你说白毒了 弹幕清一色地都在喷江四年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替当年的小刘盈出起 还不认错事吗 行 我先送婉婉去笑医室看看 你就在这里跪着吧 直至跪了下去 他的膝盖重重地砸在地上 用这种无声的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快到门口的时候江四年突然顿住 出去跪 别在这妨碍别人 江流盈心底最后的希望被就此浇灭 他只能亮枪着跟在江四年的身后 全校的师生有上千人 这是惩罚不够还要羞辱吗 别心疼他 我是江流盈初中的同学 虽然这次他是被冤枉了 但是后面的坏事他也没什么做 江四年看着屏幕上不断飘过的弹幕 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 还记得吗 江流盈之前私逆总考证的事情 还有他偷晚晚的发家 哦对了 还有还有 只见江成瑜滔滔不绝地列举着江流盈的恶心 脸上哪还有一点留存的愧疚 似乎是恨不得直接快进到盈盈犯下错误的时间 可这根本不是萧萧乐呀 难道就因为小妹后面犯下的错误而遗忘 甚至否认他这是受到的委屈吗 江成瑜 盈盈他是你妹 你亲妹妹 不是你的仇人 江成瑜不出意外地又被火了 这才两天呢 就让大哥这么帮江流盈说话 那既然这样婉婉就是他一个人的妹妹了 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随后直播间的画面就突然切换 就见江流盈孤零零地跪在操场的中间 偶尔有路过的几个学生 众人都对他的行为只是点点 哥哥们终于发现了假千金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来小绿茶在人前的听话懂事全是装的 真正的江流盈不仅在学校里谎话连篇 还联合全班的同学一起霸凌姐姐 就像现在 他颠倒黑白说江流盈故意发疯打伤自己 而眼瞎的江思年就真的让妹妹去操场上罚跪 此时此刻大屏幕上 江流盈安安静静地跪在操场中央 他的眼神绝望而空洞 凌乱的刘海遮住脸上红肿的掌印 销瘦的背脊品的笔直 仿佛这样就能挽回一点破碎的尊严 翻滚的热浪拍在脸上 江流盈也不知道疲惫的自己还能撑多久 没一会儿放学的铃声就想撤了整个校园 陆续有准备打饭的同学从她的身边经过 你们看啊 那里还跪着一个人 江流盈的身边很快就围满了错热闹的学生 不少人都在猜测她究竟犯了什么错 然而就在这时 小流盈却听见了一个让她讨厌的声音 姐姐你怎么还跪着呀 江婉婉一脸关切地凑到了江流盈的身边 她的话立马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好奇 婉婉你什么时候有姐姐了 眼见着所有人的注意都集中过来 江婉婉连忙压下了嘴角得逞的坏笑 她故作担忧地看了看江流盈的脸色 随即就用引人遐想地哭腔回答众人 不能说的 姐姐要生气了 欲言又止地抽烟瞬间勾起了其他人的好奇 于是在围观者的催促下 她撞似被迫地说出了胡编的瞎话 她是爸爸和别的阿姨生的孩子 那个阿姨死了 爸爸只好把她借回家里 话音刚落 整个班级仿佛被一颗炸弹击中 那她岂不就是私生女 天啊 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了 婉婉 你在家里没被欺负吧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位在地上的江流盈却脸色惨白 江婉婉说的根本不是事情 羞辱她可以 怎么能羞辱妈妈呢 可无助的女孩刚刚抬起脑袋 对上的就是江婉婉满含威胁的眼神 她悄悄用口情紧到江流盈 如果敢说出事情你就没学上了 这一刻一股强烈的绝望涌上了女孩的心底 一边是哥哥不分青红皂白的偏心 一边是江婉婉处处针对的逼迫 一时间所有的声音都从耳边消失 在众人的惊呼中 江流盈就这么直挺挺地倒下去 直播间的屏幕漠然一黑 坐在前排的江四年早已在愧疚中泣不成伤 怎么会是这样 那时的她以为这样的惩罚是妹妹最有应得 但如果一切都是冤枉的 她要怎么祈求这份迟到的原谅 想到这里 江四年的心中五味杂陈 而更让她难受的是江婉婉对母亲的羞辱 当初为了顾及婉婉的感受 江家同意给她赶了信誓 最外也一致承认她是爸爸的女子 谁知她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纠战却巢 但江四年一想到婉婉为她做的种种 她却怎么也生不起责备的念头 是婉婉在她车祸重伤时拼了命的保护 在她生病昏迷时给她煲汤 甚至在自己食物中毒的那次 也是婉婉刺破心头血救了她引力 这些都是她该报答的恩情 但现在婉婉所做的这些 她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还有那个是非不分的教导主任 如果不是她信口赐黄的冤枉阿盈 自己也不会连监控都没看就直接惩罚 想到这里她立马偷出手机拨出一串号码 而接电话的人正是地中的校长 作为学校最大的股东 江四年对老师有绝对的任免权 随即她就让校长把那个违背失德的老师当场开除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的网友们只感觉大快人心 但江四年的心情却越发地沉重起来 她知道这点小事根本不足以换回妹妹的原谅 等阿盈出狱后 自己一定会千倍万倍地补偿她 没一会直播间的屏幕又再度亮起 此时的小刘盈已经躺在了医务室的病床上 她的脸色苍白如指 单薄的身体也在疼痛的作用下微微颤抖 可即便这样她还是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 别乱动 你中暑了 一个温柔的大姐姐出现在画面之中 然而听到话的小刘盈却艰难地摇了摇头 不行 如果哥哥没看到她跪在操场上会生气的 直到这一刻江刘盈还想着如何让江四年满意 她艰难地从床上磨了下来 看到女孩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 医务室的老师当场就急了 是谁让你罚跪的 这是体罚 说出来我帮你撑腰 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江刘盈的眼眶突然就红了 撑腰 这么长时间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她说这样带有倾向性的话 江刘盈的脊背有些微颤 因为惩罚她下跪的人不是老师 而是她的哥哥 那个说会保护她一辈子的哥哥 那个曾经连吃饭都要抱着她的哥哥 地旁的校医注意到她的异样 以为她身体又不舒服了 连忙拿起毛巾擦拭着她的额头 同学你还难受吗 要不要喊家长来接你回家 江刘盈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几乎一瞬间 她就已经遇见了哥哥被叫来后的画面 她想那个人一定会站在这里 想出那些被姜婉婉扭曲的事实 然后再用冷冰冰的眼神扫视着她 甚至会更讨厌她 这一刻江刘盈的心脏如同被钻住般紧紧地发疼 而这种心痛更是比中暑的难受要强烈百倍 她其实并不在乎其他人看她的眼神 但如果是面前这个给过她温暖的老师 她想保留住自己最后的体面 所以对不起老师 让您担心了 我没事的 这下直播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讨论 很多人都对江刘盈的包子行为感到不解 当然理智的网友还是占了多数 我觉得江刘盈是不想让江四年发现她擅自起来 她害怕被哥哥讨厌 这也算擅自 明明是她昏倒了 顶着这么大的太阳 她才十四岁 屏幕外的江成鱼看着画面中虚弱的少女 突然有些不是滋味 因为当时在学校的不只有大哥 还有在高中部上学的自己 而江刘盈宁可假装没事也不愿意找他求助 就因为前两天那一兵点小小的误会梦 想着想着江成鱼就朝江四年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 大哥 看来我们在他的心中也不过如此 连生病了都不肯回家 宁愿待在这个冷冰冰的衣物室里 这一刻江四年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想让身旁的江成鱼赶紧闭嘴 却发现同样混蛋的自己根本没有立场 于是江四年只能露出一个自嘲的恐笑 随即就一眨不眨的盯着屏幕 只有盈盈的身体好起来他才能放心 但直播并没有按他想象中的进行下去 大屏幕上的场景飞速变化 很快就定格在了一个昏暗的房间里 那天的结局到底如何没有人知道 甚至就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突然间一阵慌张的呼喊打破了眼波式的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集中在大屏幕上 就见江流盈正拼尽全力的拍打着铁门 他的校服皱皱巴巴 头发也被浇水糊在了一起 你们为什么要一起骗我 大哥分明就不在这里 没一会儿江流盈的声音就变得沙哑 屏幕在这一刻默然窃进 观众们正好看到了他皮肤上暴露的亲子 这下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他这是遭遇到了同学的霸恋 但究竟是谁打着江四年的幌子骗了他呢 正当众人对这一幕感到困惑时 门外忽然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 别做梦啊 你这个该死的贱人 怎么不跟你的小三妈一起去死 下一秒直播间的画面切了出去 屏幕中出现的赫然是江婉婉的院主闺蜜 她一脸得意地拍了拍手 随即就从通宗口的地方丢进去一个马带 只听见哐当一声 那只马带里竟爬出了好几条扭曲的毒蛇 这是要害死江流盈吧 直播间的观众们顿时丈 杀人未遂 这性质可比言语上的侮辱恶劣多了 说不定没毒呢 同学间的玩笑而已 这句帮腔弹幕一出 立马被其他人骂得狗血淋头 但大家都很好奇 江流盈究竟是怎么从一群毒蛇中逃出来的 随后直播间的画面突然一转 场景直接切换到了铁门外面 就见刚刚到蛇的女孩一脸妖宫的扬起下巴 反而是身旁的江婉婉显露出担忧的神情 小齐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然而一旁的女孩却满不在意地撇了撇嘴 这有什么的 那些蛇有没毒 咬她几口也不会死 婉婉你就是太善良了 像江流盈这样低贱的身份根本不配进我们地中 江婉婉抹着眼泪 抽烟的模样仿佛真的在担心杂物间里的姐姐 可 可是 不知是不是江婉婉脸上的纠结过于逼真 直播间的观众还真以为她良心发现了 看吧 我们婉婉就是这么善良 财蛋那么一丢丢坏事就知错了 要是换成江流盈肯定不赢 你们这些江婉婉的粉丝都是傻子吗 没看出来她在装啊 看到这些江澄于立马大吼着反驳 婉婉她才没有装 她本来就很善良 话音刚落 江婉婉的闺蜜就在大屏幕上同步出声 婉婉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这个主意可是你出的 蛇也是你带的 你可不能举报我呀 谁能想到江婉婉不仅是一个旁观的怂恿者 她还是这场霸凌幕后的主梦 此话一出犹如巨石入水 在直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江澄于瞬间被砸得脑袋发懵 不可能 婉婉从小就怕蛇 怎么可能是她带的 江思年也在低头沉思 婉婉怕蛇是众所周知的 之前还因为盈盈在她面前放蛇把她吓晕了 婉婉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怕蛇的 直播间的观众们都震惊于江婉婉的心机生成 而他们更想知道那几条青蛇究竟有没有毒 所有人都在心底捏了把汗 而就在这时大屏幕上的画面也切了回去 没有观众们想象的尖叫害怕 江流营甚至还轻易地点了点小蛇的脑袋 这是什么御蛇的超能力呢 坐在前排的江思年震惊地说不出话 她怎么不知道江流营还有这样的本事 而一旁的江澄于又开始了给江婉婉帮枪 大哥你看 这蛇一定没毒的 婉婉就是跟江流营开个玩笑 只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江流营为了这份与蛇沟通的本事究竟付出了什么 那些被丢进蛇窟的实验她已经不愿回想 不过现在 至少身上的异能在此刻救了她的性命 就见江流营模仿着爬行动物发出嘶嘶的声音 那些小蛇就真的如同听懂话般钻进了她的书包 随后女孩就安安静静地蜷缩在角落 她知道只要江婉婉在门口 她就没办法离开 不知过了多久 久到门外的两人都有些不耐烦了 按照他们的预想 里面的江流营应该行狼狈的四处头寸 可不知道为什么 杂物间里却一点声音都听不见 婉婉 江流营不会被吓晕过去了吧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江婉婉却摇摇晃晃地扶着额头 对不起小齐 我的头突然有点疼 要不我先去医务室等你吧 还没等院种闺蜜开口回答 江婉婉就自顾自地转身离开 所以小绿茶这是又憋了什么坏招 另一边的拐角处 就在江婉婉离开这个偏僻的杂物间后 她的脸上立马患上了小人得知的坏笑 那些可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毒蛇 那个傻子竟然还真的信你 想到这时江婉婉长出一口气 我现在去找老师过来 这样就算江流营被毒蛇咬死了 也怪不到我身上 嘿嘿 总算能除掉她了 现在发生的这一切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直播间的人数更是以几何倍数飞速攀升 整整两亿的观众 他们都亲眼目睹了江婉婉策划的阴谋 这一惊天猛料 比起那些花边新闻来说 简直就是流量炸弹 一时间有关江婉婉的热搜 瞬间席卷了整个网络 博明女神江婉婉杀人视频泄露 新晋小花被青姐姐推下楼竟是这般 而此时此刻江思年的脸色 已经如墨色一般黑沉 荒唐 太荒唐了 就在刚刚她还在拼了命地替江婉婉开脱 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 放射杀人这件事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一刻她甚至都怀疑所谓的记忆审判 其实是虚构的骗局 而直播间的弹幕更是疯狂的滚动起 江婉婉的操作算不算杀人未遂 这段视频必须交给警察 要不然就跟阿营推人下楼的事情抵消吧 婉婉她真的说了这些话吗 江思年哽咽着询问一旁的工作人员 得到的是对方肯定的点头 记忆审判是具有法律效应的 他们也不敢在任何一点上梦须作解 这一刻观众席上的江思年彻底破防了 她不是不信 而是不敢信 不敢信自己顾了十几年的妹妹 竟然会这样心狠手辣 更不敢信自己毫无底线的偏心 差点害死了救过她的阿营 江成瑜显然也是没想到 那个善良天真的妹妹会有如此黑暗的衣服 但是就算现在知道似乎也没用 她跟江流营的隔阂 早就成了一道无所跨越的红功 而她也已经选择了婉婉 那就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她的身后 接受她曾经犯下的错事 至于她亏欠江流营的 她会还 而婉婉欠下的 她也会帮着一起还 只希望她回来后别再报复娃娃 然而就在这时 大屏幕却传来一阵尖锐的嚎叫 观众们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但当他们定睛一看 尖叫的人居然是那个放蛇进去的闺蜜 就见她颤颤巍巍地打开杂物间的大门 但里面的场景却与她想象的截然相反 本该被吓得崩溃大哭的少女 此时正端坐在蛇群中央 还有不少扭曲着的戏蛇 从书包里圆圆不断地探出头了 他们一起目光森森地看向门头 仿佛她才是不该闯入的第三者 饶是女孩在想替江婉婉出头 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害怕得浑身一颤 她亮亮呛呛地落荒而投 杂物间的大门也因此彻底敞开 江流营就这么大大方方地走出去 没一会儿去而复反的江婉婉 也领着老师过来巡查 婉婉 这里哪有你所说的霸凌现象 见江婉婉说不出话 女老师叹了口气 老师家里还有事呢 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江婉婉还是第一次感受 这种不被重视的委屈 只是比起这个 她更多的去世愤怒 一定是那个不靠谱的闯祸 把人放走的 该死该死真该死 江流营回到家一定会告状的 而且要是她死在家里 爸爸和哥哥一定会查的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让哥哥们不准她回家 说吧她的脸上露出一亩奸诈的笑容 让人不寒而栗